《佛陀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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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有一点时间 我们进入到佛陀的生平的故事 我带来了桌上这些书 都是一般介绍佛陀故事的 这本的好处 大陆处的是 因汉对照 它不是摆在左页右页 前面是因后面是汉 还是前面是汉后面是因 就讲佛陀从王子到佛陀 像这种就很小本 看起来负担很小 那这是释迦牟尼小百科 这个网络上应该有版权 找不到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佛陀 长得有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他一一个给你列出来 我讲义里面就不列八十种好 那太长了 那这是 就算艺术家西松所画的 叫大树之歌 因为佛陀在哪里讲道都跟树有关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生的时候跟树有关 死的时候跟树有关 传道的时候跟树有关 所以有人会说他在哪里传道用的是哪一棵树 这是藏传佛教释迦牟尼佛的传 跟一般的传语略有不同 那我因为没有 这都是我讲义做完以后 我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全部并在我的讲义里面 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可以对照我讲的东西 这本书是英文的 这就是《亲近释迦牟尼佛》 后来我读到这本书我就帮助很大 它是根据巴黎文的记载 把佛陀故事把它拼凑出来 我觉得很亲民 真的是比较容易亲近释迦牟尼佛 没有讲太多太深奥的道理 是你完全不懂的 没有 那这个大概是清朝的时候 这叫释迦如来硬化世姬 它这个都有一幅画 一幅画里面后面有经典 然后讲这幅画的故事 这是它的根据 这大概就是好几格的话 那等一下会说到 那这个刚刚讲过叫做《佛所行战》 然后这是日本人的书 叫做《人类世家》 这是正式的书 不是漫画 你们这世代人看漫画看比较多 我看的这东西比较 我看的书比较多 这佛像的戏谱 告诉你佛像呢都是怎么样的 然后从哪来的 那有些佛像是 它是造佛陀什么时期的 所以有那种佛像 佛陀受骨如柴的佛像 就是他在苦行的时候 那大部分佛陀的像 都是胖胖的对吧 我看那个《圣歌传》里面说 哎呀我本来也想减肥呀 可是好像上面说 佛陀要胖一点比较好啊 所以我看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嘿真的是我也应该这么说的 孙老师要胖一点比较好 那这世家如来硬化事迹 好像是把一个 也是这彩色的 大陆的某一个庙里面的 那个彩色的这个壁画 全部都印下来 还有那个下面的解说 这种书很难得 除非你到现场 到现场不一定还看得到 这是新闻大师所写的 《世家莫尼传》的有一个版本 他后来版本很多 那我们要讲的故事 是综合了这些的 有些跟那个讲法也不太一样 但我都有根据的 我刚说我收到郭良英老师的书 我那时候参考他的书 所以比较多是他的东西 先说明一下佛陀故事叙事结构 几乎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一个呢 好像有四项成道说 跟八项成道说 就是用四个阶段 来说明佛陀成道 甚至到涅槃的故事 涅槃不是简单的死掉了 就这样完了 叫涅槃懂吗 涅槃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那不是传统的死掉的 这么简单 什么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四项呢 就有诞生、祥魔、说法、涅槃 这四个阶段 所以常常有的画 就画这四段 那也有叫八项成道的 多了一点 多哪些呢 这是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一个叫匠兜律 佛陀是从天上下来的 所以有一个他在天上的故事 这故事也非常搞笑 我每次看到 我就觉得 原来当神明也不会就这样 然后讲一听 就是菩萨降世 这都四个字的 这就两个字的多 然后入胎 他怎么到了他妈妈的这个 不是肚子里 到他妈妈的身体里 因为号称是从幼蝎出生 就是幼个鸽子窝出生的 我上次说过 我觉得这可能是 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不好意思说 他从阴导出生 觉得讲得太那个了 然后乘相入胎 然后他入胎的时候呢 他妈妈还做梦 梦到他是一个六牙百相 那不鸽子慌吗 六个牙啊 那还听到你还出来都没有受伤 这都是奇迹啊 这是 六牙白相 所以菩萨跟相有关 然后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夸张的跟大象有关的故事 非常夸张 等一下告诉你 一般人不会告诉你 你觉得这故事在哪里都有记载的啊 出胎 诞生的时候 他诞生跟别人也不一样啊 他不是号称走了七步吗 然后讲一个什么吗 对不对 然后那个谁也走了七步吗 然后也迎成一首诗吗 不是吗 主斗然斗棋 斗在服装器 你看 城市就差那么远 人家是佛陀 生下来走七步讲那个 你朝职生下 那个你哥要杀你 你讲那个 真的同样走七步 真的是每个人不太一样 下次各位同学应该到哪里去说 各位同学我们要征求七步诗 你走七步念完一句诗 看那同学有什么创意没有 出家啊 就是于成出家 就是翻墙出去了 翻城墙 降魔 这里就没有 成道 就是树下成道 转法轮 就说法叫转法轮 后来叫法轮功 跟这个名词是有关的 内容关系就不大了 然后陆院说法 这个在陆也院 这佛陀讲法在陆也院 是要成道 那是菩提树 然后双灵涅槃 这边呢 菩萨将生在一个什么树下面 涅槃就入灭 双灵两棵树的那个地方 好 这是四项或八到八项 当然我在画 刚刚上网查一下 有有十二项的 就把他的生平分成十二类 然后这个呢 《世之淵流》这个书是有两百篇的 那网络上说是一百零八项 那这个就是两百项 如果有的话 这是明朝的时候1425年 有一本书叫《世世淵流》 就是一格格漫画的 也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说明 还有《如来映画事迹》是两百零八篇 是1808年 就刚刚这个 《如来映画事迹》 这个在庙的墙上 那个也有教化作用 那详细的篇名我有比较 包括用字不同 都在讲义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没办法放 那佛陀本身故事刚刚讲过 是他前生的故事 这个他总共把南禅大道经分成五大类 140小类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干过 第一个是干天神 这些都是他做过的事情 第二个他做过宗教师 就是仙人 这仙人不是你们现在想的仙人 这个仙人大概就是一个修道的人 仙人子 仙人师 这个他都干过 真的是履历非常的丰富 第三个是王臣 做过王王子 王之生大臣 纪文他贤臣 第四个他做过平民 他不是只有呢 这些都是他干过的事情 还有磅生 就是他当过转生的时候 他当过动物 元王元禄 所以你要写一个圣歌传 光他就是一哥 耶稣就没办法跟他比 所以佛系佛系佛系 佛系可以转化成很多种不同的那个 耶稣能干多少事情呢 领多就被认为强力代谱 就已经高兴到不行了 那段我也笑了 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吧 耶稣怎么会认为自己是跟强力代谱 他就高兴了 我觉得这也是怎么想的 强力代谱在日本人 或者日本小孩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人 你们知道强力代谱是谁吗 都还知道 那还可以 以前的帅哥了 现在已经是帅叔叔了 好 那这个大使这本书 摩赫 摩赫上说过是大的意思 三莫多世系 这我是选的其中之一 在讲义里面比较完整 摩爷就是佛陀的妈妈 跟这个一样 你说这个要怎么念 波舍波提都是晋叛王的王妃 所以他爸爸娶了两个 那有人说他们是姐妹 有的说是因为被取材 就号称姐妹 不是真姐妹 这我也搞不清楚 晋叛大王跟摩爷的王子 就是我们的圣者 圣者就是 释迦牟尼佛 好 大摩尼出生的时候 从未见断 菩萨 讲菩萨 这个现在有些佛教徒 所有人都是菩萨 那菩萨 希达多太子的夫人 就是问你们 到底佛陀的太太 叫什么名字 她妈妈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然后她太太叫什么名字 这边说 巴陀加遮纳 她的儿子是罗赫罗 可是一般写的 她的太太名字是 耶稣陀罗 难道是翻译的问题吗 还是大家就记错了呢 她还是说这个大老婆 也有生一个儿子 也叫罗赫罗呢 咦 了解了吗 所以你们去查 查了以后 其实故事是有不同的 她为什么 就好像没有告诉你说 有不同的记载呢 好了 她佛陀修行了六年 她二十九岁那年出家 有的书说十九岁 有的说十九岁太年轻了 不可能应该二十九岁 十九和二十九就差十岁 那修行六年 不久达到菩提 就是悟道啦 叫菩提 三十五岁那年 就是二十九加五嘛 就三十五嘛 加六嘛 就三十五嘛 她到了贫婆说罗王那里去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这都不是重点 先告诉你有这个简单的记载 贫婆说罗王有个不孝子 叫做阿舍士 十分不忠 他士夫继位 做了三十岁年的国王 这是佛陀的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国王 贫婆说罗王 所以有人说佛陀应该只是一个 小城的王子 不是那个国家的王子 因为这个贫婆说罗才是他国家的 大的王子 他是类似县长市长那样 这是他的上司 那阿舍士在位于第八年呢 谋理涅槃 所以可以理论上可以算出 他什么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阿舍士又统治了二十年 他说如来 如来是佛陀的另外一个称号 他有十大称号 这是随便 就像你们的网络逆称一样 都是你 讲了十个人其实都是你 讲了十个人都是他 如来已经达至一切美德之顶 他身心自在安详 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 是无常的 在这个世界上 谁要是适得产生恐惧的无常 他就会消除了痛苦 这个观念跟我们很多人可能 就是说你只要知道 世间是无常的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 我们就不知道世间无常 所以产生那么多痛苦 这其中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有哪些痛苦呢 你可能在日常社会听到 有求不得苦 愿真会 你讨厌的人 你就偏偏会跟他在一块 然后愿真会 爱别离 你爱的人 常常就会跟他别离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五因至圣 除了生老病死以外 反正有好多苦 反正人生 在佛教来看 就是苦自了得 那释述 那释迦普就是后来编的一个书 就是从 他把佛陀的那个传记 从始祖到他什么时候称菊潭 渠潭呢就是 这个也不知道他的 我每次都对这个翻译很 渠潭就是gottama gottama什么时候翻成渠潭 那只好把ma去掉gota 就完全合理了 你不要用现在的国语念渠 念gottama 那就差不多了 高滩市 各位知道吧 蝙蝠侠的那个城市 好 从汛区他又改成姓释迦 Sakya 从释迦到佛陀诞生 这是汉译的编辑的释迦普 是这么写的 好 那佛陀出生以前跟别人不一样 这在汉译的现在 过去现在因果经里面有写 我们都常常听到说 人没有权利选择父母 他有 厉害吧 他有 他要降生之前 他先观察这个世间 然后观察五世五件事情 第一 观诸众生 熟与未熟 看看众生是熟还是不熟 这个好像在 这个点这撒西米干嘛 这是几分熟啊 或者这个 熟跟不熟 我不太确定 这个熟跟未熟是什么意思 应该讲开化或不开化 可能是这样 文明的程度可能是这样 第二 观实质与未质 是不是时候他该下去 第三 观诸国土 和国处中 要看看哪里是地球的中央 诶 咱们不选中国啊 那选了印度啊 印度那时候叫中国 蛤 你现在在日本看日本气象报告 也有中国地区的气象啊 日本有个地方也叫中国啊 全世界有不少地方叫中国啊 魔界各位知道吗 魔界叫什么中土啊 他就翻成中国也可以啊 中国不是谁的专利啊 懂吗 小说里面古代都是中国啊 我以前看了大唐西域记 唐三藏 写的大唐西域记 里面就说他到了中国 是印度 所以就叫中国这个名词 到近代当然已经是国民跟地民统一了 就变成是专用的啊 在我那时代还不是啊 我们那时候都叫自由中国 跟这个共产中国 英文叫做Free China 跟Communist China 大家都要抢China这个名称 现在我们政府已经放弃了China这个名称 他要给他 我们这非常大方的政府 好 四 要关注种族 特别是印度有种姓 何族贵受 我不能生在一个这个建民家里啊 对吧 我生在建民家我就很难宣扬佛法呀 第五呢 观察过去因缘 谁最正因为父母 他就选啊 看这里面 谁适合当我的父母啊 所以各位要好好锻炼自己啊 修养自己啊 万一你的小孩在天上也是这样 谁适合当我父母啊 在台大毕业的可以啊 听我孙老师课业加分 你就可能你就小孩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图 他就说 看了以后 他说 他决定要下来做佛 一则呢 菩萨眼界 眼线顺动 菩萨有瞬间移动能力 这跟现在什么都教授差不多 二 头上花威 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他头上的花就威 那不是他头发吗 对不对 圣歌传句讲了 到底是他头发还是他什么东西啊 有人以前很不静的说 那是几坨屎吧 那不是人家就是大卷毛 他就卷成那样 那佛陀跟你不一样 你怎么就想着那个呢 第三 一受成垢 夜下焊出五者不乐本作 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他就 耳识菩萨就想就献出五种祥瑞 放大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跟光有关 其实人瞳孔放大以后 所有的人都跟光有关 我最近去开刀 点灿铜啊 你就会喂光 因为到时候瞳孔大开 光就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要戴那种眼镜 所以说号称人死会看到一道光 是因为他瞳孔放大呀 这完全是符合生理上的解释啊 不需要什么灵异的解释啊 哎呀他放光了 所以他接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邀请了 没这样 这不是Uber 你就说我要去了 哈把车叫来啊 这Uber 你这车牌号吗 几号啊 我钱怎么打给你啊 大陆都这样做 二者大地十八相动啊 虚密海水啊 诸天宫殿啊 街西动摇 佛陀没有大事都会地震 这我们现在人不相信 地震跟大事有关啊 以前就相信了 佛陀死的时候大地也震动了 我们现在地震 赶快就想办法 要不然就跑 考虑要不要跑 九二一的这个经验 三者呢 是诸魔公宅啊 隐蔽不现 魔鬼的那房子都不见了 第四的日月星辰 乌腹光明啊 这个显然星辰出了问题 第五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不是小说啊 天龙八部是一种神啊 所以天龙八部 身皆震动 不能至今 哇 受不了自己就动了 这样 好这不是我讲的故事 哎 我讲的故事呢 哎 就这个 所以他可以选他的家人 特别他的父母 好吧那可能在后面 等一下 确定啊 好 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叫净范王 或者叫白净王啊 啊 所以你看他父亲 显然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白跟净啊 不知道用什么化妆品啊 你们可以考虑用净范王化妆品 或白净王化妆品啊 佛陀的爸爸用的啊 母亲叫摩耶夫人 是那个中南美的人的名字啊 他叫净范 大概是这样翻译的啊 Sodhana啊 叫做王 Raj Raja 母亲叫摩耶 是皇后 Devi 就这样 就是解释一下 他说是乔 乔罗国的大部族 或者小国王 哦 刚刚那个忘了讲 还是我忘了做 所以佛陀其实讲的话 是摩羯陀语 不是巴黎语文 也不是梵文 所以说佛陀的摩羯陀语 现在已经不见了 印度的语言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所以英文是他们的国语 但其他的有些地方的方言 也是互相不通的 到印度很麻烦的 所以到现在都这样 不要讲以前了 刚刚忘了讲 他是摩羯陀语 好 那摩耶皇后死 为什么要死掉 佛陀出生期间 他妈妈就死了 为什么要死 你可以说 哎呀 古代的那个卫生不好啊 对不对 就是没有好好消毒啊 所以得了什么病 没没没 这宗教解释不是这样 第七页 摩耶皇后死去 摩耶皇后生下佛陀 七天死去 大事的解释 是说 摩耶皇后生下这么一个伟人以后 不宜再享受爱欲 他只能生一个 你生那么伟大的人了 不要再享受爱欲 生孩子是享受爱欲嘛 你看这个写的人 真的是dirty mind 好 因缘济说 摩耶皇后子宫 不能再让别人占用 太男性中心主义了吧 他能不能生 都生伟大的人 就让他生吧 干嘛就给他一胎呢 二胎也行 能生的人为什么不生呢 各位同学 你不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吗 世界上需要好人 他能生那么大 那么伟大的人 就让他生吧 生一百个也行啊 只要他能力所及 干嘛就生一个 然后不准他再生 干嘛就生不出好人来了 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我完全不太懂这种逻辑 你知道吗 生完了 然后小孩没有妈妈的教养 这其实应该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啊 怎么就不是这样解释呢 如果我是一个 你知道我不太能信教 我常常会提出 那不是让他活下来 佛陀会长得更好吗 不然等下看他青少年 发生什么问题 是不是就因为没有母亲的教养 所以变成那样呢 什么就不能再 子宫不能再给别人佔用 什么之类的 这什么话啊 这个是 我个人非常反对这种解释 还好我不信教 我反对也不有人知道 不行了 现在录了影 谁都知道 神童游戏说 摩耶皇后最好 还是像过去那些菩萨的母亲一样 生下菩萨七天就死掉 各位男同学 你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我每次看到这个 我都觉得 需要这样吗 菩萨老大后 他的心会破碎 所以让他先死 那不是菩萨心会破碎吗 菩萨不会破碎 如果他将来菩萨出家 他心会破碎 所以让他玩死不如让他找死 同学 你如果我选择 你要什么时候死 如果你是菩萨的妈妈 你要七天后就死 还是等他出家以后 你心会睡再死 你这还看着他成长 我就要我 我就宁愿到最后再死 反正都是死 对不对 我看着他成长死 总比七天后就死 还说什么我的子宫不能再被人使用 什么话 你这是 嘿 反正我对这种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无聊的说法 好 那就跟他的姨母 就是到底是他 反正是真的他妈妈的妹妹呢 还是号称妹妹 是佛陀的姨母跟养母的记载 在后出的佛典 就不仅是养母 而且是靖范王的妃子 这就很怪了 他到底是妃子 是不是妃子 前面看不是 后面看是 好吧 好吧 这就是记载的不太一致的地方 但这应该都不是重点 好 妻子 妻子呢 一般书都说她是罗和罗的母亲 Rahula 现在还有人是这个名字 佛陀的三位妻子 还是一妻二妃 你们是不是上网查了吗 好 你看这个巴黎 如果你上网查到是我的旧讲义 那就尴尬了 不是吗 我有时候上网查东西 我很有兴趣 查完以后是我的讲义 绕了一圈 回到我自己 好 巴黎语呢 佛陀的妻子名字叫做 巴陀加詹 巴达卡卡 耶稣陀罗 亚苏达罗 然后这个 贫婆提为 Bimba Devi 或者叫做 贫婆孙陀利 有我们姓孙的 Bimba Sundari 好 然后这因缘记说是 罗赫罗的母亲 是佛陀的第一夫人 按照这个应该是第二的 按照这个顺序 这种称谓呢 理解佛陀原本 不只是一个 只有一个 应该是佛陀的父亲 原本 不 佛陀原本 不是这一个妻子 所以这本行经提到 除了耶稣陀罗之外 还有两位 一位叫摩奴陀罗 一个叫做 瞿陀罗 名字不太一样 反正有三个 不管是一妻 二妃 或者三妻 都一样 是有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的名字 记载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知道 如果你在VPDR上面 或网络上查到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么复杂的 你查到的都是有问题的 我就是让你知道 你们做了很多作业 我先让你们犯错 犯错不会受到惩罚 你放心 你做的作业都是打勾的 唯一不打勾的就是 你可能都没查好 人家可以查到三个 你只查到一个 我就把你打个小差 但是你还是会及格 就是让你学习到 如果你在网络上找到 不一样的资讯的时候 你怎么办 就像前面的教士 什么 像判事一样 你要怎么判断 你哪一个知识 哪一种资讯是对 你将来就充满的这种 你需要去判断哪些是对 哪些是错的这种东西 好 你越有学问 要骗你的人 就很难骗到你 你越没学问 骗你们易如反掌啊 我光讲这些 还不表示我都已经骗读群书 我光讲这些 我就已经碰到不少的问题 我常常觉得 其他人为什么 都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呢 他难道看了一本书 我刚介绍了任何一本 就很满足这本书 讲的就是唯一的真理吗 所以我常常花很多时间 看书买书 好 释迦普里面说 有三个夫人 一个叫曲宜 可能跟前面那个高特米差不多 另外叫耶维坛 说是 这个我们通常翻成耶稣陀罗 那为什么叫耶维坛 可能是音译 他是罗赫罗的 罗赫罗有时候翻成罗云 这不是简体字 反体字里面有这个云 也有那个云 简体字都变成这个云 所以原来反体字就写这个云 所以你把它反过来以后 变成那个反体字的另外那个云 那就错了 有时候简体反成反体 有时候会犯这种过度的错误 另外一个叫陆也 所以这是至少三个不同的名称 都讲三个人 但没错 但是不同的名字 就是看你看什么书 那应该只有一个正确的名字 所以这个怎么造成的我就不知道 那他儿子叫罗赫罗 有时候释迦普叫罗云或者罗云 这个刚刚讲的就是 这名字的意思是阻碍的意思 我最近跟一个人说 那个人还请教了中文院的一个专家 说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差不多就是妨碍阻碍 那样类似的 他应该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意思 这汉译的南川大藏经里面的因缘团 说当乔达摩知道儿子诞生的时候说 邪掌罗赫罗出来了 唯我之媳妇 这媳妇就是绑着你的人 意思是有儿子了 干嘛都不方便了 出家也不方便了 媳妇啊 所以是阻碍啊 没有什么 语意上面大概差不多了 就这个意思 他看到儿子并没有很喜悦 哎呀我的龙肿出现了 我终于有传人了 我对家里有个交代 这下我可以出家了 我们孙家有后了 不是应该这样吗 如果是中国人不就 你没生小孩你出家 这问题很大呀 我那时代啊 要出国留学啊 就有人怕你出国以后呢 怎么了怎么了 所以呢就有家人 真的有 要你呢台湾结婚 生了小孩 才放你出国留学 叫留个活种在台湾 不是那个活啊 是活着的活 哎你们这些看起来很好笑啊 不会啊 老人家觉得不然你出去了 谁知道国外是多么混乱的 有人把国外想得非常混乱 好像我们就已经到战场去了 好那这个有个弟弟叫南陀 这南陀是阿难嘛 可是没翻成阿难呢 所以这个南名南陀即阿难 女名南达 南达 阿难达跟 不知道南达原来是什么 佛帝呢 南陀以四位九十身 身长脏五四寸 这中国古代的这种记载的方式 你就不知道他和现在的几寸 那孔子的记载是身高有九尺 据保守的算法 大概从一百九十几公分到两百一十几公分 两百一十几公分就接近姚明现在的高度 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姚明出现 原来真的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怎么可能 一百九就已经不得了了 摩特身材 孔子出生的早 没有摩特这一段 不然的话可能不用走有列国 他只要在伸展台走两步 大概就赚了很多钱 再拍个电影 对吧 讲话就找人配音就行了 不然山东口音可能不太适合 那妹妹 这个佛陀的妹妹 你们有人找到佛陀的妹妹啊 有女友 谢谢你 有很多人想佛陀的妹妹啊 就算有也不被人家记载 孔子的女儿找到了吗 有人找到孔子的女儿吗 他也找到 谢谢你 你们都没找到 论语里面有啊 没讲名字而已啊 就嫁给公也藏那个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 历史上很多人都被隐灭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啊 亲戚啦 一个堂哥 还是堂弟呢 这个老外有时候 哥哥弟弟搞不定 叫提婆达多 本行经叫做调达 调达提婆达多 这怎么翻译的啊 也许就省略了一些字 他有入地狱啦 什么的 然后这个一直想害佛陀 他一直想害佛陀 佛陀对他也没办法 然后这个人呢 生长五 藏五四寸 也很高 或者印度人喜欢这个夸大 或者这个单位跟我们不一样 比例尺不一样 那堂弟阿南 然后也是藏五三寸 这都是高人啊 4月10号出生 上次我们讲到佛陀的出生以前 他跟所有人的不一样 他可以选他父母啊 但是既然你可以选择 这里面就有很多习巧了 比如说为什么选你妈妈 在生下你以后 一个礼拜就过世呢 这我到现在为止大祸不解之处 好 那反正这些人都有 我们不可思议之处 原来不可思议这句话是很高的赞美 现在不可思议变成说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真的是改变很大 那他的出生 出生到底是哪一天 就差两个月这样 这个都是以前的阴历的算法 大概2月8号还是4月8号 这个出生前后呢 都有异象 佛经里面很喜欢写这个异象 我想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 这个可能跟印度的神话是有关系的 好像认为一个人出生 一个人既然是那么神圣伟大的人 他要是出生没有异象 好像就耽误了他 辜负了他 或者没有那么一个 你看这个神通游戏 神通游戏 神通游戏是一个 这个不是汉传的 我上次有带来 那本书太大了 不适合经常搬洞 神通游戏呢 就描述摩耶皇后 就是佛陀他妈妈 把梦呢就告诉了静泛王 他做了什么梦呢 梦到有一只六牙白象 对不对 我就说天哪 那白象两只牙都已经吓死人了 还六牙 尽量肚子不会戳出六个洞吗 静泛王是佛陀的爸爸 那时候的人的翻译的名字很有意思 是静泛 听起来肚子都饿 你知道吗 静泛王呢 就请来了一个波罗门 来解释这个梦 那当然如果是近代 他可以请佛洛伊德来解梦 近代解梦最有名的是佛洛伊德 那中国人的解梦书呢 都在这个皇帝里面 你们现在已经不看了 我们小时候物资非常缺乏 但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本皇帝 好那这个波罗门呢 波罗门 波罗门原来就是印度种姓制度里面的很高的地位 在这里可能就是一个算命 可能就是皇家御用的算命 所以是高档一点 一般是那种三百块钱 在龙山寺前面给你算命 或者这个行天宫 如果外人来 我通常都建议带他们去那种庙里面 那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 让他们观察一下 学社会学的观察就更多 好 波罗门呢就预言 哎呀 你将来会生下一个儿子啊 变成统治世界的转龙王 或者出家成佛 意思是不管他在家或出家 都是最好的 你放心好了 人家请我去算命 我当然也这么说啦 我们这个时代还不知道算命 各位一定要学一个人生技巧 所以或者出家就可以成佛 当时的佛并不是佛陀这概念 并不是佛陀专用的啊 现在是我们讲到不断就讲到他 以前只要是觉醒的人 甚至有高德的都可以叫做佛 好 那佛陀人在这个入胎之夜晚上出生的啊 跟我一样我是子时出生的啊 子时出生就是晚上十一点了到晚上一点 半月十一点到一点啊 我是子时出生的 好佛陀入胎 这是从地下泉水涌出一只莲花 佛教跟莲花很有关系 中国人也爱莲花啊 这个就有爱莲说嘛 我们以前都要背的啊 穿透680万游巡的地层 680万游巡 游巡是一个单位啊 所以呢我们就 反正就是哎呀 从地上冒出来啊 这个要是现在的这种骗 那大概就是神怪骗了啊 然后呢直达犯天 哇那样直冲斗牛之间呢 叫做 莲花中还有甘露啊 大饭天 大饭天是个神啊 用废琉璃盘乘此甘露 供奉佛陀 此后呢每天上午呢 有三四大天王啊 郭富城啊 刘德华呀 对吧 四大天王 二十八要叉大将军啊 还五百要叉啊 这二十八还算好了 像AKB48 你怎么去背那些人呢 对吧 二十八要叉都背不住 还有AKB48啊 我每次都说 你真的一次能看到四十八个人的跳舞吗 看来看去都前面那几个不是吗 然后有名的也不就那几个吗 还有第二团 你干嘛你招了一百多个人 然后 这不是讲相声 招那么多人干什么 五百要叉前来供奉持奉啊 这真的是 这是极想象之能力啊 我太理性的 没办法接受这种故事 中午呢 由殷陀罗 这也是一种神明啊 率三十三天诸神前来供奉 反正就是赫克迎门啊 傍晚呢 还有大凡天率梵天界 无量 无量 这比量饭店还要大 叫无量店 无量饭店 百千诸神前来供奉 然后东西南北上下十方 无量百千诸菩萨前来 这太热闹了 这不知道如果警车开到 还不知道怎么开到啊 然后去蓝品尼园 她诞生的地方啊 金方皇满足她的要求 这她当然是皇后 摩耶皇后呢 就住在蓝品尼园啊 右手扶着无花果 无花果在宗教里面都蛮重要 做成面包也蛮好吃的啊 各位要去买无花果的面包不错啊 然后从右斜 右边的隔桌 下面就不咚 就生下了佛陀 这故事实在太夸张了啊 我觉得这很有趣 当童话来讲 这非常有趣的啊 我相信在古人不太有知识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但现在如果理性来思考 听听就可以了啊 反正佛陀就这样生的 就这样啊 然后是大家都祝福的啊 集气我们现在叫做啊 好 菩萨 菩萨是佛陀 离开了兜律天啊 天让啊 尽到母胎 天神种魔 这我觉得很纳闷啊 那是还有魔啊 天上不都住的好人吗 还有这种 我们现在讲魔都不太好了 对吧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犯天这都好的 还有沙门啊 种菠萝门啊 种王啊 这就是多数的意思 所以以前加个种 在前面就表示多数 这不得了啊 永日了啊 北极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 然后呢 那里的众生凭此光明 互相看见 怎么看得见啊 那亮成那样啊 啊 就得戴墨镜了啊 怎么看得见呢 思纯道 每个人都在想 这里还有其他众生呢 这十千世界震动 抖动 晃动 昨天晚上也晃动 你手机也晃动 四点多 我太太说地震了啊 就很害怕 我太太对地震非常害怕 尤其是921的经验以后 因为我921不在台湾啊 所以我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 那个啊 睡吧 啊 该死还是会死啊 我就继续睡得像猪一样啊 我太太就非常那个 我去先把门开啊 因为以前有说地震 你要先把门开 免得那个门变形 你出都出不去这样啊 那我们家朱六楼啊 你这个门开的开 其他门开不开 不是也一样吗 啊 死生有命复归在天啊 想想算啊 好 大方光明 胜过仲天王光会 他生下来的时候啊 是很亮的啊 光明一直是 宗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啊 黑暗跟光明啊 好 这个他进入母胎以后 四天神来守护四方啊 有那么煞吗 需要那么多人来吗 啊 然后那个佛头的母亲啊 天性纯洁 戒杀生 戒偷盗 戒淫欲 戒妄言 戒饮酒啊 现在孕妇当然这些饮酒是不必的啊 这个讲胎教 你也不要乱讲话啊 确实有这些 但这个是佛教的五戒啊 所以这个是把他弄过来当成教育的 那个 他们母亲大概也做了不少 不少事情啊 然后呢 对别人不起欲念啊 然后不受任何怀有情欲的男人的这个 亵渎 那他呢 母亲获得五爱欲 有五爱欲呢 自我欢愉啊 自我欢愉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有点尴尬啊 不太知道啊 所以他大概不太需要别人 自己可以很高兴啊 是这样意思吗 还是身体上 还是性欲上面 因为佛 我们这个佛教了 不是我们佛教啊 佛教呢就不太谈性欲的问题 所以应该不是这方面的 然后呢 撑下来发现呢 肢体齐全 诸根管者 该有的都有啊 这对对来讲 这是描述啊 这是一种啊 古代人认为好的事情 菩萨生下七天后 菩萨母亲亡故啊 亡故叫兜律天去了 后来菩萨这个修道以后啊 还升上天去跟他母亲说法啊 我就想 他认得她吗 七天呢 就过世了认得她吗 他不能到天堂 就说你是我妈妈吗 你是我妈妈吗 这不听起来太奇怪了吗 对吧 那不过 我说有人是相信 有办法认识的啊 像如果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 约在车站见面啊 你要怎么认识 你要先跟他讲说 我左手会拿一本爱情社会学 右手会拿的幽默社会学 然后头上顶着圣哲社会学 什么嘛啊 你要怎么说呢 哎 有人就觉得 应该会所有认识吧 一般人是房云九个月或十个月啊 菩萨母亲不是她 她整整十个月 那不是也有十个月的吗 这话怎么说的呢 啊 就是晚生了一点吗 不是早产吗 然后其他妇女是站着或躺着 她不是这样 她是站着 这不是她坐着或躺着 对不起这我错了 我一看前面我就昏了啊 这个在现在也有在水里生产的 在那个水池里面啊 弄个像游泳池那样的啊 也有这个躺着生产 不过听说坐着生产 还是蹲着生产是比较有力的 因为用力啊 什么是比较好 比较符合自然的 但是现在大部分妇女 都躺在医院的床上这样的生产 我上次有听过有这样的故事 当然这个你们将来都会知道比较清楚了 好她出母胎以后天神接着她 然后人接着她 我觉得所以不要掉地上就好了 谁接着都一样啊 好那她出母胎不直接落地啊 她干嘛掉地上呢 我实在这话里有时候都 不知道古人到底 懂不懂什么生小孩啊 这个四位天神接住她啊 好啦啊 放在她母亲前面说高兴吧皇后 你生小孩非常有力的儿子 要四个人才抬着动啊 胖小子嘛 这这对话啊 我都觉得从现在来听都有点搞笑啊 在当时显然不是搞笑用的 但是显然是表示这个是很尊重的用法啊 好出了母胎以后毫无垢积 这大概就把它擦干净了嘛 哪有小孩生出来没有屋 那胎盘里面都没有呢 佛陀没有啊 不受水屋 不受义屋 不受血屋 不受任何屋 洁净无垢 然后摩尼宝珠放在家事部上啊 珠也不染布布也不污珠啊 然后原因呢 在两者都纯洁 这是要描述纯洁所做的这种 稍微夸张的说法啊 所以葡萄 不 菩萨 菩萨 菩萨是母胎就这样 毫无勾矩不受水 又再讲一遍啊 那经典常在讲是因为当事人是靠听的记忆 所以这不断重复的话 会让你的记忆加深 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们现在有文字 其实这个大家都不太需要这样子 然后初母胎以后空中涌出两泉 一个凉的一个温的啊 然后呢 习惯菩萨跟母亲啊 不是说他很干净吗 干净再洗嘛 你把他皮都洗脱了知道 菩萨一生下就用搅战力 这是最厉害的 现在只有禽兽是这样 那边小羊 骆驼 马 生下不久他就可以自己站立了 你也看过 我也看过那种影片对吧 菩萨有这个特征 这两脚站立 你们一吓死你 我跟你说 朝北迈齐步 而且最厉害的是 他不用指南针就知道哪里是北 这都非常厉害 你还不用下载一个APP呢 头顶白滑盖 他不是都很干净吗 这是哪里给他的呢 举目思望 还大声说道 这真的吓死人 铲房里面有个小baby这么高 你不觉得这是外星来的就是奇怪 在我世上唯我独尊 要很大声吗 我只是模拟一下 在这世上唯我最优秀 其他铲房的小孩全都不用生了 在这上唯我最老 你不是刚出生吗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最后一生不会再生 他意思说他不会再来了 因为在佛教观念里面 就算是你降身为人 这都是轮回里面 最高的境界是不坐如轮回 不再生为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你才知道为什么佛头让你超越一切 说不要再降身为人 不要不要不要 下辈子我还得当你什么 不要不要下辈子 下辈子咱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那是最高境界 你下辈子还要干嘛 下辈子还要干嘛 下辈子还要干嘛 那都是还没 表示你还没修行完毕 所以这个是他 我们通常讲说 四句话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天呐 变成这样 你们看得到吗 这个兜律天下叫白床 然后众天神鼓励他下凡 这是最搞笑的地方 那你自个儿怎么不下凡呢 你去你去 你比较厉害 孙中心你去你去 自愿的人往前一步 全部往后一步 你站在原地人就等于在前面 这以前搞笑片也有演过 我就绝对是这样 那众天神拯救众生苦难 众天神劝请的祭送中 还唱歌给他听 世界上燃烧的通虎之火 英雄啊 像你这个乌云覆盖啊 降下甘露之余 平息之人于死的苦难吧 佛陀决定下凡 佛陀也是 好吧你们都不去 我去 你在天上也没什么太多好家伙嘛 都直接懦弱之处 也不会说 当人不让于施啊 这是人间在受苦 我就下去了 你们要来就来 大家就纠缠下去救人嘛 对吧 这才叫复仇者联盟嘛 你这是什么呢 你去 他太厉害你去 我都觉得天上其他的众神 真的是有欠考虑 好我也不能讲太那个 今天天气不太好 到时候众神听到了 好佛陀余决定下凡呢 考察转生的时代 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 什么时代出生比较好 什么地方出生比较好 什么国家出生比较好 什么家庭出生比较好 选定时代为众生之道 生老病死 以及人生百年的时代 地域呢就是淡不周 那个地方叫淡不周 国家呢叫中国 这个中国不是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是这个印度的中国 就印度啦 家庭呢为差的一种的 种姓家庭 你想这个经典到了中国来 说啊佛陀选在印度啊 天竺啊 有我们中国好啊 有天朝好啊 你想这要说服 骄傲的中国人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骄傲的任何人都很不容易事情 这个家庭要具备六十四种美德 母亲要具备三十二种美德 显然是有checklist 最后选定的父亲是释迦族的禁盘王 母亲为摩耶皇后 然后呢 婆陀在这个离开 最后一次为众天神作法 指定弥勒菩萨接替他都天位的 那我现在下凡去了哈 现在谁管呢 谁继承呢 彌勒菩萨 彌勒菩萨 不要想看这个话 这话后来变成白天教 变成一贯道 现在都说 哎呀这个换人掌天灯了 谁啊 彌勒佛啊 彌勒佛谁啊 你到庙里去哪里去看那个胖胖的那个 然后肚子都露出来 然后这样嗨笑嘻嘻那家伙 那家伙是彌勒佛 你叫彌勒佛减肥吗 彌勒佛减肥中心 这听起来非常搞笑 懂吗 是佛都不能减肥 你看那个圣歌传里面就有 对吧 这是他们的这个形象 不能减肥的 好 佛头投胎那天 众天神上定 佛头化身为一个六牙白相 进入舞台 然后他母亲 get the message 所以做梦有梦的 成佛 佛头投胎那天 他们就上 不是对 就在这天 摩耶和皇后 争得金帆王同意登上楼顶首届七天 梦见一的六牙白 雪白的六牙白相 进入自己的腹中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神通游戏里面的故事 好 绝音呢在这个因缘记者里面说 摩耶和皇后的梦境不一样 这梦见四位天神 把他连床带人抬到雪山 雪山就是珠穆老马峰 喜马达尔山 你要生了 把你抬到那高山上去 不冷啊 可以吐啊 鼻子会冻掉 脚趾头都会冻掉 就把他带到了阿诺达池 那边有个池 让他沐浴 不冷吗 我看到这段都觉得冷 穿上天衣 然后躺在金殿神床上 菩萨化身大象 从金山走下来 在摩耶和皇后的床边绕了山楂 然后进入母胎 这描写的更神奇 好 圣地崇拜的兰匹尼元 就从这里开始 兰匹尼元呢在尼泊尔境内 尽管在巴黎语 没有摩耶和皇后 在兰匹尼元生下佛陀的记载 在巴黎语上在三藏里面的经书 没有这样记载 但是阿育王时代就是传说 所以常常传说跟事实是没有关系的 看的地方好 这地方应该出地灵人节 是地灵就应该有人节 就想好吧 那就反正也不知道佛陀出生在哪 那就蓝匹尼元吧 那玄奘 玄奘是唐朝的 大唐西域说 这个腊伐尼尼 这有时候是翻译的问题 蓝匹尼元呢地上有无忧王 所见的处赌坡 处赌坡叫stupa stupa就是塔的意思 stupa里面的塔 所以这个就还有一个大石柱 阿育王确实有这个东西 好像网路上可以查张照片 但这是不是伪造的那个柱子 就不知道 1897年阿育王的石柱出土 这不太远 第二年就是戊戌争变的 所以不知道本人将来怎么样以后台中人可以免税 那我就高兴到不行了 台中人应该也会很高兴 好 还有描写佛特出生的七步 朝东方脉七步 说的话不太一样 可见当时传说不太一样 我将成为一切善根之法的先驱 就是我是这个善根之法的先驱 那朝南边说 我将受众神跟众人的供养 朝西边七步 这是天上唯我最老 唯我最优秀 我刚刚有最老最优秀 我将极灭生劳病死 我要把生劳病死 这个都告诉你 这个道理 我要超越这一切 你是人就免不了生劳病死 你是恶鬼也免不了生劳病死 你是谁都是免不了生劳病死 在六道轮回里面免不了的 所以只有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超越生劳病死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那是什么境界 你想不到 佛陀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点 北方卖七步 我在一些众生中至高无上 然后在下方卖七步 可能有地下室 电梯 B1 大家是个意思 我将摧毁摩罗 摩罗就是魔 就是魔 就是魔鬼 或者魔神 跟他的军队 我将用伟大的法语 扑灭一切地狱之火 那你要看阎乐王同不同意 你没看与神通行吗 阎乐王有时候很凶的 让众生获得幸福 他又往上方卖七步 说到 我将受到一些众生的仰望 随着佛陀卖出步伐 他的头顶出现白花干跟佛城 地上蹦出莲花 所以后来现在有叫步步莲花 也是这样 你走一步就生个莲花 走一步生个莲花 这是个很好的意思 当然不太可能 都被你踩了莲花 怎么可能还出生呢 好 那这个在过去 现在过去英国经说 十月满族以后呢 二月八号出生 刚刚不是说 有另外一个说是四月八号 好 那这个夫人 他的摩耶夫人 见到有一棵大树 这个树呢 还有名字叫无忧 花色香仙 枝叶分布 极为茂盛 就主右手欲栽之 菩萨见从右斜出 这个描述的就更那个 所以就要栽一个东西 然后出来 于是树下一生七宝 七净莲花 所以有莲花出现 大如车轮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车 跟什么样的轮 然后菩萨就降在莲花上面 所以也不是四大天神来 所以菩萨到底是 谁来接生什么的 这个说法都不一致 但是都是非常神圣的想象 自行七步 然后举其右手 而施子喉 施子喉不是像电视 这样当然不是 就是讲话大声一点 他说我于一切天人中 最尊最圣 无量生死 于今济女 我觉得这一生 是我的最后一生 以此生利益一切天人 这个比较重要 就跟前面是呼应 他为什么要下凡来 他下凡来是要拯救众生的 所以才有一切利益众生 他最伟大最什么都不重要啊 如果你不拯救众生 这有什么重要的 这跟所有的英雄故事是一样的 你这一生来干什么 我要你们写我的志愿 其实也是希望知道 你们自己认为 你们这一生要来干什么的 修一门课是很小的事情 修完这门课呢 你这一生如果可以控制的话 你希望做什么 这跟你小时候所写的 应该已经不太一样了 也是这些 就是我觉得利益一切众生不错 好了 这边那这边又是有温良的这个 这个水了 然后有三十二项了 放大光芒 三十二项这个书上都有 天龙八部 这不是金庸的小说 金庸小说借用这个佛教的名词 在天中啊 天上啊就是开了演唱会了 所以唱了很好听的歌 那根本就是天上好声音啊 在中国好声音算什么的 人家是天上好声音 然后反正什么有花 魏英落都出现 你看英落 你看 缤纷乱坠啊 不可称属啊 意思就是好啊 简单讲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 看到他看那个戏 讲 主人公叫魏英落 哎呦这不是佛教的话吗 我又把它给按掉 对 好那还自行七步啊 然后有说鬼丑二十五年 连哪一年都有 还中国的年 这也太厉害了啊 四月八日 大圣献白相瑞啊 七枝暗地蹭云而下 啊 啊 啊 又邪而住啊 啊 启若红书献表 绝命逝者也 啊 这是呃 佛教的人 通过话以后的说法 然后这说假银 二月八日 世尊生鱼啊 加皮罗为国 蓝品尼元 波罗叉树 那是两棵树啊 有个叫波罗双树啊 呃 佛教的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都跟树有关啊 这点是还蛮重要 然后母亲呢 摩耶夫人啊 出生啊 然后她姓 她是差 不是她姓 应该是总姓啊 父亲是今晚 母亲是叫大清静啊 摩耶皇后的那个 义民 另外一个翻译法 是大清静 生的时候有九龙吐水啊 金盘木仪啊 周情欺负受 无寿最后生生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唯无独尊 我们大部分人知道的 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大部分人就觉得 佛陀很骄傲 生下来 然后就觉得自己最厉害 别人都不行 这完全跟我们对于佛教 要谦虚的那个形象 基本上是相反的 可是你刚刚看了这个 不管是印度的记载啦 都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独尊 不是这个意思 像我们爱心觉罗玉云老师 就认为独尊的 重点在这个独 说你每个人都有 他的独特性 你要尊敬 尊重自己的独特性 发展自己的独特性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没有人是这样解释 但是这也很有意思 三色相有什么 这个注解 是比较小的字 所以我也故意 古代的书有的 这个注解就排成两行 那我在讲义里面 是排成两行的 然后这个转成这个以后 我不太会排 就把它缩小 三色相有哪 三色相 你上网路上 查这个字典 都会告诉你 三色相是什么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故事里面 通常都还会有一个 旁观者的角色 他就是阿斯陀仙人 他会来预言 这个佛陀的未来 这个就像这个电影里面 或者有没有旁白 有一个好像超然物外的人 在耶稣诞生的时候 传说也有东方 几个博士来啊 三个博士来 东方三博士 其中可能有我们 各大毕业的博士 或台大的 或北大的 反正就来了三个 那个博士当然不是 那个时候 那叫Magi M-A-G-I 在英文 这个Magi 这个不是Magician 是Magi Magi就是东方三博士的 反正的博士 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叫Dr 那阿斯陀仙人 有的反正阿姨 这个扫地铁是阿姨 越少也是阿姨在大陆 对吧 荆棘中有这么的经验 说阿斯陀仙人来访啊 对太子做出预言 传说在巴黎三藏中有记载 荆棘中 纳罗嘉金 叙述阿斯陀仙人看见众天神欢迎鼓舞啊 询问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众天神告诉他说 吴予伦比的宝中之宝 菩萨将为人间的利益和幸福 降生在南匹尼园的释迦村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个村子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快乐 他是众生之罪 人中之主 人中之公牛 显然这个比喻呢 公牛是个正向的比喻 人中之魁首 他将在名为仙人的身体中转动法 为人向威武的兽王狮子发出吼声 听起来像狮子王的故事 这也是这个记载 阿斯陀仙人还是有这个故事 他听到降临人间 说降临人间 阿斯陀仙人不是人间的 古人说神跟仙在中国字 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一起合用 神是天上的 仙是人变成天神的叫仙 所以道教里面仙很多 仙是从人变成神的叫仙 那神是原来就在那儿叫神 这是我最近读书读到 一种说法 好他就也是一样 可是呢 释迦族看到仙人哭泣 他看完以后 他后来又哭了 不是像前面讲的 就一度都一直很高兴 他为什么要哭呢 释迦族人看到仙人哭泣 说是不是我们没看出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不吉祥的东西 阿斯陀仙人放心 说这个王子啊 将达到最高的智慧 达到最高的纯洁 转动法轮 怜悯众生 半行将传扬四方 这讲什么意思呢 然后在这世界上 剩下顺便不长了 这期间我就会死掉 不能听取举世无双正法 因为伤心难过痛苦啊 孔子的故事里面 也有一个这么一个人 从小就赏赐孔子的那个 叫什么名字 反正我现在到时候讲的时候就记住了 他也是跟他小孩说我要死了哈 你们的要学好的话去跟那个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叫孔秋的人去学 他懂得一切的这个礼节 你得去跟他学 他又不是贵族 他怎么都懂这个呢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 一样 这个人都会交代后人 看出这些圣者的未来 我在世界上 所以不能听到他讲法 很难过 佛陀应该把这些都录下来 说没关系啊 你下辈子再来 下辈子我还讲 像现在如果他同学就常说 孙老师我修不到你爱情社会学 哎呀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后来他们找我我就录了课 说老师我修不到爱情社会 上网去看啊 还有那毕业的学生也来这一套 哎呀孙老师啊 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你还没开心社会学啊 我说上网去看啊 老师晚上有啊 有时候你觉得 学生鲁顿到这地步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干嘛 你还要学阿斯陀仙人哭给我看吗 老师啊都是因为打学 我没有修你爱情社会学 你看我现在结多少次婚了 拿多少次三养费啊 最后阿斯陀仙人勉励自己外甥 纳罗家追随这个举世无双的政 好这个阿斯陀仙人的这种悲叹 各位同学可能有些人有 我只举例来讲 比如说你很喜欢那个乐团 然后来台湾表演 然后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 然后那天你要上课 你不会有这种悲叹吗 不能去听这个乐团 那你要不要选择去听 然后不来上课呢 我跟你讲明智的决定 都应该去听不来上课 因为课理论上还可以再上 对吧 只要不是什么期末考 那个期末考的风险就比较大 不想听取这个举世无双的 就不能听到 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 我想人生可能真的多多少少有这种遗憾 神童游戏就是说它具有32相80种好 前面没有特别讲 它看到佛头为什么会那么难 是因为它有32相80种好 这32相80种好 其实在baby应该看不太出来 我们人或者哺乳的动物 都有一个婴儿态 婴儿态以后有一个幼年态 幼年态以后就成人态 然后老年态大概这样 或者有人会把幼儿态跟那个 就像你们养猫养过 大概半六个月以后 猫就是青少年猫了 再后来的猫都长得差不多了 猫再老也不会有皱纹的 那是画漫画才可以画出那个样子来 那这32相80种好 有说它的头发 这个头发在这个圣科传里面也有 对吧 它那是头发 这一卷一卷的那是它头发 那它有80种好 其中一项里面的是 它舌头伸出来 可以把整张脸盖住 我一直不懂 这是为什么是一个佛陀的一个好面相 舌头伸出来把脸盖住 洗脸比较快吗 有时候古人的那些比喻 我真的都不太懂 为什么 那80种好 因为太长了 我那讲义里面就没有列出来 说它在家跟出家 都是 都可以有很杰出的表现 就是不管做什么 都应该很杰出的表现 从这里我想到 有一次有人问我说 孙老师如果你不当老师 你会当什么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当老师为什么 绝对不会当演员 你放心好了 真是没那个才华 光那个要背一个生日快乐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你看 我说但是我觉得我要是做任何一行 我觉得我应该都是OK的 都是中上的 不敢说是那一行最厉害 但绝对是中上 如果做任何一行 我是希望这样子鼓励自己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里有讲到 他4月8号出生 升藏六 但这个中国古人的 那个尺度并没有标准化 所以藏六到底多高 不知道 那那个 孔子呢 的身高 拿那个当标准 有时候不太算 不太那个 因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 孔子是汉朝 孔子大概有199到216之间 216大概就是姚明的身高 大概有那么高 佛陀有没有那么高 不太知道 这个藏六 但是因为他是佛陀了 所以他变那么高 还怎么样 那佛陀有很多名字 所以你要问佛陀说 你的名字 如果你看日本片 说君の名前は 他说 就这样 一切一成也是他名字 希达多 我们通常就是 这个在那里面有 他把这边的弄掉了 释迦摩尼是释迦族的 摩尼是文的意思 释迦族 乔达摩族 或者他佛陀 所以应该这两个 应该不是他的名字的 这是名字的一部分 不得佛陀 那他的称号 这有点像网络逆称这样 那当然大部分是别人对他尊称 通常有些称呼 你不能自己称 如来 我们通常听到 如来 印共 这听的比较少 政变之民行族 善事 善事翻成白话文化 人家死得好啊 这怪怪的名字 不过当然人有一个好死 是一个福气的象征 大部分人都认为 你在睡觉 睡着睡着睡着就死了 这是一个很福气的象征 我觉得是吗 我就死在自己心爱人的 臂膀里面 应该是蛮浪漫的 电影里面都这样 不是吗 还可以讲上半个钟头的话 都还没死 对吧 电影里面的遗言都交代很久了 那个真实现场常常不是这样 所以各位有什么遗言 最好先讲 我一阵子还想 叫同学写遗言好了 我还想这会被家长骂啊 所以你这个老师真晦气啊 我的小孩上你的课 一下写支援 一下写遗言的 你是干什么 你这个老师 那同学还说 他很不政治正确 你还不知道 正不正正确 就是我 我哪都不对 什么无上事了 调遇丈夫了 天人师了 佛了 或世尊了 这个事有时候写成世界这个事 那有时候写成那个 释迦牟尼佛那个事 都有 都对 好 那三十二相是哪些呢 这个百科全 这个严肃会的这个百科里面有 他讲的蛮细的 头是怎么样 脸是怎么样 然后身子是什么样这样的啊 最特别是他的脚底有轮纹 所以后来我最近在念提波达多的东西 就是他的表弟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所以有一次呢 为了让自己脚也有轮纹 因为他没有 所以就用去烫啊 啊就做了什么 然后就脚踩在那边烫 他就往脚底烫出轮纹来 这非常不科学啊 这个都不烧烫汤 不要多少集啊 他把它有什么显性的像好 跟隐性的像好 跟隐性的像好 不叫像好 像好啊 头部呢 手足及身躯 还分成口 声音味觉 最特别是佛头有一个马因藏像 马因藏是什么呢 就佛的性器官隐秘 宛如马因藏在体内 此像的用意是指佛断除淫欲 救护部位而生成 就他那个伸缩比我们一般人是要 你还希望我讲出来吗 我们不上那个课 因为马因藏他可以藏起来 总而言之你看不出他有啊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是可以厉害的 写出来太长了 不是指马因藏像 懂吗 是指八十种好啊 不要误会啊 前面这样接有点怪啊 好 那佛头的成长啊 青少年时期啊 基本上非常嫉妒非常少啊 大部分的那个佛头转眼 不会写这个啊 所以没有他早年的 然后有个记载 就是说他到那庙里去了啊 那庙里的那个那个石头 雕成的佛像 全部都起立了 然后跟他敬礼 因为他是人间最厉害的 石像起立跟他敬礼 是这么记载的啊 我就不讲成那个 我就不要念啊 这边有一堆神庙里面 这些神全部全部全部 然后都匍匐在他脚下一堆石像 这不是现在这种3D科幻电影才会这样吗 然后强宝中哦 他还是小baby哦 那石像就已经认出他的厉害 所以他叫天中天 这是对他的那个 然后豪奢的生活 他长大一点的时候 我说我每天啊这段我都很搞笑 你不觉得这个像是那种什么 叫什么小时代是吧 以前叫比佛利 比佛利山庄那样的 那群有钱的 我很娇贵 非常娇贵 无比娇贵 你一次就好讲三次啊 你要秤吗 我叫家庭中 你看我们家有脸花 蓝脸花齿 红脸花齿 白脸花齿 我不使用那种 不是什么什么产品的檀香木 我的头巾内衣 外衣都是什么布料的 我的上方白天还撑着白帐篷面 那我瘦冷瘦热 沾上尘土和雨露 你不觉得是很讨人业的小孩吗 然后你看我有三座宫殿 我们家最有田 一座是东宫 一座下宫 一座雨宫 在雨季里四个月里面 女歌手奉持我 我从来不下店的 我脚不会踩在地上的 跟有些人家的猫跟狗差不多 从来不下不落地的 有那四小腿都不知道干嘛用的 别人家的奴仆吃碎米粥 我家的奴仆是吃米饭跟肉的 佛作回忆 我早前坐在严福提树下 这个最特别的 他在坐在树下是要干嘛 不是乘凉 他是在打坐 远离欲乐 这都不好的 远离不善法 有寻有四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我就不知道 远离生喜乐 因为远离生了喜乐 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 要进去才会有喜乐 你远离这种朋友喜乐 然后进入出禅 这佛教总共有四禅 这大概是四种境界 大家打坐的境界 我大概没这个 好 那他就 然后呢 他坐在残下入定的时候 看到离地 农夫扔出青蛙跟蛇 小孩捡青蛙吃 然后扔掉蛇 深感震惊 这个震惊是什么 小孩应该吃蛇嘛 所以不太知道震惊是什么 是说这个人吃青蛙 这种弱肉强食还是什么 好 那是他的一个经验 另外一个经验呢 就是问导老师 这些人都很厉害 我要是上课教这种学生 我就干脆别要 一万童子环绕 八十万乐器演奏 这都显然是夸张的 现在再大的乐团 也没那么大场地 给你唱啊 啊 花雨洒落 十万金车银 十万车的金银 跟十万车美食 沿路布施 八千 这个辅媚少女盛装严氏 这都不太可能 好 大家就回到学校 你看这上课是这种阵仗 你不吓死那些 那个那个老师跟校长吗 一进到学校 老师跟众友 都不能承受他的光辉 这人太亮了 啊 戴墨镜子挡不住 辅导在地上啊 太子呢 猎属包括波罗迷字 雀儒字 汉字 匈奴字 在内六十四种文字 来考老师 你教哪一种啊 意思说你教 除非是六十四种以外 不然咱们都学过 或咱们都会 啊 然后呢 有老师听完以后 自愧俘虏 这怎么可能有老师 比他厉害呢 说其中很多文字 自己的名字没听过 好 老师就开始教字母了 他还在呢 太子的威力 一万童子 没念一个字母 就可以说出这个字母 起手的一句真言 你是干嘛 成语接龙吗 表示他很厉害 当这种天才的老师 真是折磨 我很高兴到现在为止 三十一年来 没碰到一个天才在教室里 哈哈哈哈 可能都翘课去了 真是天才不翘课 折磨老师 好那树影不动这个也是啊 就他在那边坐 打坐的时候 很多人呢 就看他的耕种的仪式 他就看没人就盘坐 盘坐呢 通常有单盘跟双盘之分 那那个年轻人骨头骨头好 软一点 你可以双盘 这脚这个叫 那也有单盘的啊 免得脚受伤 然后我看有些人说 老人家如果要学着打坐呢 最好单盘 免得到这膝盖受不了 好 那他呢 这那个时候呢 这个树影都移动了 就他头上的影子 那个顶上的树影不会移动 所以他永远坐在树影下 这太神奇了吧 对不对 别的树影都会移动 这个故事是一模一样 神通游戏也是讲这个故事 好那接下来就谈到婚姻啊 他要结婚嘛 然后这个很多的 就说他的妻子是谁 这个就叫做的作业嘛 对吧 你看这有的是翻译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找的作业 找到我的讲义 那就很尴尬 那比武求亲 这个故事就非常的 其实不是他的故事 把别人的故事套在他头上啊 就是大家就觉得要让他 他万一出家了怎么办 大家还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说让他结婚嘛 他结婚就不会出家了啊 用这个 结婚的好处来来绑住他啊 以免他留家出走啊 后来他经过七天考虑 OK 啊 你看这故事就不得了 那到底娶谁呢 娶那个那个第一任老婆 叫菊波 有人后来说 因为第一任老婆不怀孕 所以他才娶了第二任老婆 那这跟现在现实社会很多是 大概类似的 很多大老婆都是没有小孩的啊 好 那他为了让他向中菊波呢 就让他举行 无忧花的尸首大会 大家都来了 然后就给这个女的这个戒指啊 他说 你看这个这个老婆啊 这个厉害 菊波说一下戒指就问道 我就值这点价钱吗 男同学别说 我没教你啊 佛陀的太太跟女人这个求婚的时候 是这么说 然后呢 太子一听就把自己身上所有都给他了 哇哦 他没接受 便离去 哎呦 英文叫play hard to get 什么意思啊 啊 到底是要戒指是不要戒指啊 看起来 前面说不值这个价钱 然后好像给他很多 给他很多他又不要 这女人是什么一回事啊 啊 然后之后来国王呢就派人去求亲啊 菊波的父亲坚持要求造家规 我们有家规啊 啊 什么家规呢 你要跟我比比武艺啊 啊 这个听起来真的像传统说书的 啊 然后这个大士说 这个太子娶的是这个人 是耶稣陀罗 所以讲的曲子不一样 如果两次都用同一个方法 也说得通啊 啊 好 七天后呢 在加比罗位城的校教场啊 啊 教场就是比武的地方啊 啊 五百位的记忆高强的释迦族青年参加了比武大会啊 啊 好 那释迦族是很骄傲的一族人啊 啊 因为他们是贵族 提摩达多首先来到城门 提摩达多就是后来会出现的这个佛陀的表弟啊 是佛门中的一大恶人 但是我们下礼拜会说一下 这可能是个误解啊 而接下来迎接太子有一头白色的大象 太子不就也是六牙白象出生的吗 对吧 他心生妒忌 所以空手打死大象 你看这大象多无辜啊 这大象干了什么坏事 什么事都没有 他就是一头大象就被打死了 这不外乎动物啊 你看你听到这里 你不觉得提摩达多有问题吗 那你看接下来问题重重啊 继而难驼出门 啊 难驼也是另外一个 见到死将啊 用手倒拽置于路旁 挡着路了 哼 这有比较好吗 啊 那你再看 故事还没完 太子出门的时候 坐在城门的时候 坐在车上 身足用大脚趾夹住巷围 往空中扔去 啊 我这演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 死将越过七重城墙的壕沟 吊在郊外 砸出一个深坑 我觉得没有一个爱护动物的 没人把他给埋了嘛 啊 这样砸出一个深坑 然后填土快一点嘛 啊 哈 这故事到底 你从这故事学到什么呢 所以我这 写到这里 我真的是 不忍 这可怜大象 招谁有的 这讲义里面没写 啊 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尤其在做这一段的时候 好了 然后首先笔 书写 写东西 太子精通各种字体 他是干嘛 他是华康西民体 什么之类的吗 啊 精通各种字体名列第一 啊 接着笔什么啊 笔算术啊 出题啊 然后太子还 还与考官比赛计算 亦以后的数字 我也被问过 这 亦以后的单位是什么 结果有一个人就 噼啪啪啪啪 把它背出来 我说用得到吗 啊 有人真的会背啊 亦以后有数字的啊 啊 好 我到现在跟人家玩玩 跟人家 人家交了我 我都没记得 然后接下来是角斗 啊 反正怎么样 然后再来比射箭 啊 反正都是佛陀营 这故事真的不必演 啊 我连说都不必说 人们就把供奉在 祖传庙里面的供取过来 五百青年 要挽着供 根本就没办法 太子丹竹跪地啊 现在要求婚了啊 丹竹跪地 左手职工 用右手一个手指挽开共玄 啊 放箭射中十居如手远的铁骨 居如手远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啊 并穿透七棵棕榈树跟铁株 然后钻入地下 比完以后 当然 就把太太嫁给他 把女儿嫁给他 娶个太太不容易啊 难怪现在很多人不敢结婚啊 对不对 佛系的特别是 佛系的年代 真的佛系是这个啊 你要算术好 你要写的好 算术好 你要能够斗 你还用射箭 你的佛系现在是坐在那儿 不做事 那讲佛系 你不是让释迦摩尼佛生气吗 出家 出家到底几岁出家 有的说十九岁啊 就是这个经 有的说二十九岁啊 所以大部分都认为 应该是二十九岁合理一点 所以刚刚那事情 可能是十九岁的时候的事情 那出家为什么出家呢 传统的说法叫四门出游啊 他走了东门看到生啊 走西门看到老啊 走南门看到病啊 走什么看到死啊 就是生老病死 然后他了悟到这人生难逃脱这种轮回 所以他决定出家要逃脱这个轮回 简单讲这样 那你看 这边是怎么说 在我觉醒以前 我只是一个未开悟的菩萨 自身受负于生老病死 忧愁跟污秽 也追求受负于这些事物 所以他是享受过的 那我想自身受负于生老病死 忧愁跟污秽 为什么还要追求受负在这些事上 他求超脱呀 他说我想自身受到这个 是否能够追求 无生无老 无病无死 无忧愁 无污蔑 达到无污秽 达到无上解脱 达到涅槃 所以涅槃不是死掉而已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涅槃是死掉后 超越了这一切 到达另外一个境界 那那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简单说是这样 我们俗人更没办法想到 那个种世界 这边也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呢要在家中 很难从事完美四贝罗的修行 四贝罗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但可以想象 我想我是否能剔除虚法 穿上袈裟 离家出走过出家人的生活 好那第二段就讲四门出游了 好刚刚我讲的那个 传统讲比较多是那个 四门出游呢 其实是别的 叫批驳施太子的故事 但反正这个故事讲出来都很有鼓励性 所以那些讲故事人就无所谓了 反正目的是鼓励人嘛 发生在谁身上不重要嘛 反正有人是这样的故事嘛 就是他出了四个门 分别遇到了老人病人死人跟出家人 所以感受到人生的无常 这故事我从小也听说过 不知道叫四门出游 好那这个巴黎三藏也有类似的故事 所以他说这个故事呢 属于佛陀是因为他的象征意义 不是真有这个故事 好另外一个就是无女丑态啊 他在宫里面要什么女儿没有啊 所以呢他也说 这也不是他的故事 这有个人叫耶舍的 叫雅舍的故事 他就有一天看到这些无女呢 睡觉睡觉以后 那个睡枝都非常难看 流口水流口水什么什么的这样啊 然后他一早上起来 看见侍女们还睡着 臂下夹着琵琶 有的骇下夹着小骨 有的背下夹着铜骨 有的蓬头散发流淌 有的哼哼唧唧的啊 这场面像坟场 所以他觉得很丑 心生反感 就觉得太可怕的恐怖 所以这些原来晚上看的很漂亮 人到白天看的都是这种丑态 有人是修这种白骨什么的 就是你看到的人都不是人 你看到其实你要看到人的那个 底下的啊 比如骨头这种东西 所以你不要对于人世的美啊 有什么有执着啊 因为到后来都是白骨一堆啊 有人修这叫总监坐 就是在坟墓里面修行的啊 让你看到最后最后 不过就是死吧 死完不就是一堆骨头吗 是这样说的啊 好那就是仇女仇泰 那出家前夕啊 他说他因为生了一个小孩啊 所以跟出家刚好可以连上 这当然就是很多故事来源呢 因缘记说太子是在罗和罗出生的那一天出家的 临走前他就看了罗和罗 这是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故事啊 他怕弄醒罗和罗的母亲 妨碍自己离家出走 那女人一醒了就说 你干嘛要离家出走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你这样走我怎么办呢 大概就是这样啊 我想我的剧情比较适合八点党啊 他就站着观看没有去抱这个婴儿 心中说到我成了佛回来再见 这时候就应该要悲戚的音乐出来 哎呀分离了这样 另外一个等一下会讲到罗和罗的意义 这个名字的意思叫障碍的意思 最近有一个朋友说不是这样吧 他就问了中研院的一个专家 那专家讲了半天好像也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障碍这两个字 就有小孩是障碍 是障碍让你出家修行不容易 有人认为结婚都是障碍 因为结婚以后你的那个性的欲望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但是呢得不到这个宗教的认可 你可能会更冲突 好那这个神通游戏的瞄解太子呢 就吩咐他的车夫叫车逆 车逆这个人呢在佛陀的一生都很重要 最后佛陀要死了就跟他说 等我死了啊 你们把这个人抓起来 捆起来打痛打他一顿 然后不要让他加入教团 我对这件事情也大惑不解 为什么他的车夫 是因为没开Uber是怎样 为什么要叫他 在佛陀身边已经跟他的跟了大半辈子了 为什么他没被感化 有一个说法 说因为他是世家族的人 世家族人是非常骄傲的一族 觉得 我哪跟你们这些出家人都是那穷苦人家的 我不是穷苦人家 我是世家族 你们穷苦人家出家我可以想像 我世家族干嘛出家呢 我享受了这世界的一切 我干嘛出家 这是有一种说法这样 我们这是把后面拿到前面来说 好他被麻 然后众天神为他开门 你看这每次这故事 你们一定要天神 没有一个天神出来劝阻他呀 你别出家呀 你别出门啊 会出很多事情来 太子离家出手 到了六游巡的这个地方 六游巡 游巡也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单位 他把所有的首饰都交给车利 你回去吧 太子用剑削去自己的头发 然后天神幻化猎人 然后给他袈裟 所以他的袈裟怎么来的 就是天神给他的 其实好像比较正常说法 是他跟猎人幻 他把他好衣服跟猎人换 那猎人就把他烂衣服给他了 所以这后来的佛教的说法 这叫粪扫衣 就是扫街上的粪那两个字 粪米田贡的粪 粪扫衣 就是你不强调要好的衣服 甚至把在垃圾堆里面 捡到各个衣服 好的地方把它拼凑起来 叫有的时候叫纳衣 百纳就是一百块布把它拼起来的 百纳衣 所以他穿的袈裟 不是现在戏里面的 特别是谭桑桑那种袈裟 穿的很漂亮的那种 不是的 然后这样他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这是 然后他出家怎么出家 到临终去出家 以前的出家绝对不会在城里出家的 都是到远的地方 山高水远处远离人群 他出家求道呢 刚才在森林里面就有人 现在里面求道 然后他就拜这人为师 有一个人叫做阿罗罗加罗摩 加罗摩的 这很难念 后面附了他的这个 罗马拼音的阿拉拉喀喀喀喀 他强调的是直观入法 住法 还有无所有处 这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佛陀好像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境界跟佛陀差不多 还有一个叫拜玉头家罗摩佛为师 他讲的强调是非想非非想处 这是后来佛陀特别说明他不讲这种东西 就是非常玄秘的东西 非常遥远的 很多人追求佛教 或追求这个 都追求这种玄秘的东西 还有呢 在后来在摩羯托国四处漫游 这个漫游当然不是漫游废的漫游 就是到处行起到处去求道 临终苦行 然后把自己饿的肋骨全露出来啦 就皮包骨啦 你在网上可以找到佛陀这个像 有西方的像就是佛陀就是饿的快像 比饥饿三十还要三十 真是 好 那这个神童游戏描写呢 天神就告诉住在天国的摩耶夫人 就他那个七天就过世的母亲 说他儿子快死啦 摩耶夫人说哈 就半仙就赶快要去探望太子 他们难道没有一个荧幕可以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人间的状况嘛 还得亲自去看嘛 说儿啊你没有享受到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就是人间的统治者 你没有享受到这些荣华富贵 也没有得到善提 就没有提到 你就要死在临终啦 一副之中 你好像事情都没完 太子就安慰他 我不会死的啊 我要实现阿斯陀仙人的预言 我不久就会成佛 他母亲一听高兴了啊 就转忧为喜 向太子又绕山楂安心离去 到庙里去也要从右边进去 所以要又绕山楂啊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习惯啊或者那个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思念的幻觉 想到他母亲啊 他没看到他母亲 以前也没照片 顶多就是画一张画 你要从一张画去幻想自己的亲人 不容易的啊 后来佛陀决定放弃古行 在里面在临终待了六年 这不是办法呀 我要求的不是这东西啊 这没办法让我解脱呀 啊 所以后来就出来 出来以后呢 碰到了第一个就是善生这个人 翻成善生啊 是个女的 是镇长的女儿叫善生 就提供了他牛奶粥 这大概是印度当时吃的东西啊 可能像我们现在早上的卖一片粥 你加牛奶 可能类似这样啊 好苦行期间呢 除了五位比丘之外 还有十位少女奉 奉奉太子 你现在刚刚我讲苦行 我没有特别讲什么 你想一定是他一个人吗 结果这一讲 哈 有五个比丘的吗 没有还有十个少女 这就太尴尬了吧 如果有这个啊 其中是一个镇长女儿叫善生 苏加塔 然后这个善生就 到尼连禅河去沐浴 拿那个金的这个碗 金波 无数天神请她自尽 撒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都是随便讲的啦 或者为了加上这个神 玄妙的部分啊 神话的部分 那尼连禅河的神 还献给她狮子座 让她坐在上面吃牛奶粥 这看起来都像动漫 吃完以后 就把金波扔在河里 然后殷陀罗捡起了金波 带到天国 然后建塔 来供奉这些 天国还有塔耶 我都觉得天国 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好 接下来悟道 他悟道才要行道嘛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降服摩罗 摩罗就是心中的魔鬼 有人认为摩罗是具体存在 有人说不是人 那就她心中的那种天人交战的时候 那种欲望或者那种说不出口的那些东西都是摩罗 那个通常写成mala 都翻成摩罗 他要最后这里强调 那摩罗有很多种 你看爱欲是你的第一支军队 所以爱欲是摩罗 心魔 第二个叫忧老 第三个叫饥渴 第四个叫贪欲 第五个叫昏沉 第六个叫怯弱 第七个叫疑惑 第八个叫虚伪自私 第九是靠不正当手段 获得利益荣誉崇敬的名声 第十是吹嘘自己 贬低别人 这都是摩罗 所以不是具体的像现在电影里面演的 一定很可怕的一个黑的什么样之类 或讲话声音是叫 那是叫Dark被的 我要用智慧粉碎他 所以有智慧就能够降服摩罗 所以这个是比较比喻性的一个描述这样 好那讲到进入四禅 这我完全听不懂什么意思 但我大概知道 他吃完这个东西以后慢慢有了体力 所以他可以远离欲乐 远离不散法 而远离会产生喜乐 进入初禅 初禅显然是喜乐 然后后来产生喜乐呢 但不束缚我的心 什么寻思止息 内心平静定于一点 然后因入定而产生喜乐 是第二禅 这都告诉你 然后有舍有念 助于快乐进入第三禅 然后产生快乐的感受 但不束缚我的心 摒弃乐和苦 摒弃从前的喜和忧 无苦无乐 因舍跟念而清静 进入第四禅 然后最后产生快乐的感受 不束缚我的心 所以你的快乐 是不受到心的影响 具体而言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你就知道有人打坐 可以到达一个 我们一般熟人达不到的境界 那有人会看到幻象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 那主要的是这个有意思的地方 在这里 因为他们相信轮回 所以呢 他们对死是并不害怕的 或者那个死呢 在某种程度是叫做涅槃 他说在此出名中生与彼处 这跟现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面 说到的平行宇宙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个故事就有关系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 你怕死干什么 你在那边死掉 只是到另外一地方去出生啊 此出名中生与彼处 所以你呢 就回忆起种种宿命跟他状况 佛多解释很多事情 都是用溯源来解释 就是我过去几世 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怎么样了 对不起他了 所以这辈子呢 他才来找我还债 我们很多人 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人这样说 就是你不要欠人家了 特别是爸妈 养小孩 都常常会说 哎呀 都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我每次都安慰这些人 所以下辈子你就不用欠他了 下辈子他当你爸 你当他小孩 你折磨他 折磨几辈子这样 哎 上辈子你念台大 那这辈子你念台大 那这辈子你念台大 下辈子他就念不上台大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的朋友就不理我了 所以说你上辈子念台大 这辈子你念台大 大概就会继续理我 不仅继续理我 我看还可能当台大校长 如果都这样讲的话 十二因缘说 这是佛教的一个中心理念 我一直不太知道逻辑是什么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因果的逻辑 这个变成这个影响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 这个就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就没有 我就是太简单的思考 我只是列出来 我只是我告诉你 我不太懂 你懂那我佩服你 你不懂 这你要问我 我也不想回答 你只能问高僧去 我查字典看你能不能懂 说这明色灭 就事就灭了 所以事是受到明色的影响 事灭了呢 明色也灭了 那显然是相互影响 明色灭那六处就灭了 六处灭呢 那这个处也灭了 处也灭了 受也灭了 受也灭了 爱就灭了 爱灭了呢 取就灭了 取灭了有也灭了 有灭了生也灭了 生灭了老死忧苦痛苦 忧伤痛苦烦恼 一切都灭了 这是 如果你有智慧 听一遍就懂 你没智慧回家查字典看能不能懂 我是没懂 说是十二因缘 我算了一下 十四个 我把它列出来 除非有几个是同样 不然的话 上面 我这跟上面有关 我只提醒你念书 不要他说十二你就十二 有时候掰个手指头算一算 好 手指头不够的时候 当然你知道要用脚趾头 对不对 那十二因缘这边也有 这有不同的那边 这十二缘起法 还有五运说 那这个五运呢 就设 受想行事 这是五运 有时候翻成 以前翻成五阴 阴阳的阴 五阴说 他们无常痛苦 变好一点 克服贪欲 才能摆脱五运 心经说 照见五运皆空 五运就受想行事 心经里面有这一段 好 那这个佛陀得到后 他有喜悦 这个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喜悦是什么 说轮回转生无数次 如果我们上礼拜说的本身故事有五百多篇 那他是转生了五百多次以后 才成为佛陀的 很辛苦的 始终寻求造物者 不见造物者中影 反来复去是痛苦 这是法巨经里面 现在找到造物者了 开悟了 你也不用再造物 所有园子已破碎 顶梁柱子也折断 你的心已入无形 一切贪欲已决灭 意思就是 你知道贪欲灭了 这其他都很容易 但最难的就是贪欲如何能灭 尤其在资本主义的时代 这个大量制造 就是要大量的鼓励你的想要 而不是你的需要 you want 不是you need 我们人生需要 其实就是 某种定量的水 定量的食物 我们都吃了太多 我们都吃了太多 然后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 譬如说各位的原子笔 常常就是说 这讲台只要有一报告 讲台上常常会留下 一堆很好的笔 我们以前的原子笔 真的用到没水了 那铅笔真的用到 不能够再写了 那另外答应 没有魔女色诱 这就没有故事 魔女色诱 那就是限制级了 就找了三个玉女 一个叫玉妃 一个叫月笔 月笔就是 make you pleasure 然后第三是快观 你爱看什么都有 反正这次已经讲得很高深了 不能够讲得太俗气 俗气就不是佛经了 可是菩萨心境 如流利珠 不可得物 就像柳夏慧一样 你怎么再妖也 再怎么样的色诱我 本人都不为所动 接下来讲的是佛陀初传法轮 这个跟法轮功其实没关系 是法轮功借用佛教这个名词 法轮功应该也不是佛教 那什么教我也搞不清楚 好接下来是这个他要传道 可是呢很有意思 这句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他说我获得这种法啊 他在修行以后深刻 难以洞察 难以理解 他开悟了 他可以理解了 我获得这种法深刻 难以洞察 难以理解 又平静唯妙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这是比较以前的话 就是很难想象 那是好的意思 不是不好的意思 又很精密 唯有智者能知 一般人可能都不是智者 但是在世界上呢 众生喜好欲乐 你跟他讲一点色情的事情 讲一点什么 哎呦那人快乐的 到现在还是啊 只要有男人在 大家就开始讲一些女人 然后就有人传这种 有关女人的图片 所以很多都这样 然后你要是怎么样 他说 你那么假猩猩啊 没想到你是那么假猩猩的教授 我们教授不都是假猩猩吗 我们教授就是会叫的野兽吗 对吧 猩猩会叫吗 真是 然后呢 这个热 热衷于娱乐 丹于娱乐 难以洞察这种缘起 这些人都在娱乐圈里面打滚 不是娱乐圈 娱乐 所以很难洞察这种缘起 很难了解 平息一切行 放弃一切依 依靠 然后根除一切贪 离遇 然后 叫什么灭疾 涅槃 如果我宣誓这种法 别人不理解 我枉费精力 图添麻烦 我讲的不会有人懂 那我干嘛讲呢 我自己悟到 自己高兴就好 我自己解脱就行了 你们其他人解脱不了 关我什么事 这是不是忘了他当初下凡的时候 是为什么下凡 他说你去啊 解救众生啊 你去啊 碰就把他踢下来 不是吧 好 那佛脱口念了一段计 我就把他掠掉 梵天 就是那天神 前来劝请佛陀宣说佛法 他们会不知道嘛 他们是天神的 这个这个 这境界他们应该早就经过了吧 梵天提醒佛陀 众生处在生死烦恼中 应该为他们打开不死之门 怎么就我呢 你们就干嘛去了呢 我最恨的就是这种情况 哎呀 孙老师啊 你出来 你不出来啊 奈天下昌生河啊 我想那我不出来的时候 天下昌生是怎么活着呢 我出来是徒来捣乱呢 还是真的能帮别人呢 讲成这样 那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来呢 那怎么就一定要我呢 好 在梵天的肯请下 佛陀怜悯众生观察世间 然后呢 我用佛眼 觉醒之眼观察世间 佛眼 观察生发现众生中 少够多够 利根顿根 什么人都有 善性恶性 易交难交 这些都有 有些人顾及另外一个世界 而害怕犯罪 好 犯罪了 下一世辈子会做什么 害怕这些 正如青莲池 红莲池 白莲池 他们家不是有好多池吗 记得吗 就是这里 某种都得到了这个证明 还有青莲 红莲 白莲 生于水中 长于水中 长到水面 有的青莲 红莲 白莲 生于水中 长于水中 长出水面 不受水的污染 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我们这个古文里面有 佛陀 佛陀呢 就决定为那些 那些 听他说法者 打开不死之门 到佛陀也没办法 你不听他也救不了你啊 你听了才有机会打开不死之门啊 佛陀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有开放式课程这回事 你有开放式课程 你哪一天决定要打开不死之门 你知道打开佛陀的电视 佛陀就告诉你 这就是不死之闭 多好 逃都逃不掉佛陀祖上京 对吧 这样说起来 我好像跟佛陀有点缘分 好 佛陀决定说法以后呢 就考虑 那跟谁先说呢 第一批招生怎么招呢 好 他就想到谁呢 想到阿罗罗加罗摩 谁呀 在临终里面跟他一起修行 原来问 跟他一起修行那个人呢 然后就首先就问了说 因为这怎么样呢 这是阿罗罗加罗摩 是个智者 坚决 聪明 长期清净扫购 好 在这森林里住住的 不跟人来往 当然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也不会犯什么罪了 对吧 人际关系都没有 他就首先为他说法 他能迅速理解这种法 这人聪明啊 我跟他说 天神前来告诉他 阿罗罗加罗罗 已于七天前过世了 莫弥陀佛 过世了 佛陀显然没有太看新闻 这个Facebook上面都有 他都不知道 七天前 好那另外一个 玉陀加罗摩佛 这也是临终修行的人 天神告诉他 すみません 昨天晚上 you be 过世了 哈 我想到人都过世了 那千万别乱想 千万别想到我 可能没多久我就过世了 佛陀想到 哎呀过去我专心修行啊 五位比丘侍奉我 你看这也是另外一个证据吧 有人侍奉他的 不是一个人的 我可以先为这五比丘说法 他就得到 他用他的天眼通 天眼通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无人飞机的那个 带着有摄影镜头的 就飞到你一看 五个比丘正在这里 什么什么的 陆爷院中 然后我们现在都有 这种天眼通 你怎么看得到 美国的那空军基地 在美国本土 遥控无人飞机 可以在中东那边杀人 不见不见血 你连谁杀的 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杀人呢 也不觉得自己有负担 因为你就像玩操动电动游戏一样 你就能赶着啊 然后就有一个镜头 然后说好啊 按啊 按就死一堆人 那武器就这样 你死一堆人 你有职位感 那不是你开枪打的 你只按了一个钮啊 蛤 这个你在什么越战什么 阿拉传动武器 看着那个敌人 啪啪啪啪啪把人家打死 因为你不打死他 他打死你 你这个你不打死他 他也打不死你啊 所以现在这种 这种游戏是非常可怕的 就随一游戏 这种战争是非常可怕 佛陀在前往陆远院途中 遇到了邪命外道 我觉得这些佛书 有时候把这些不信他的人 讲的真的太难听了 不需要这样嘛 对吧 邪命外道啊 叫优婆家的人 乌帕卡 优婆家就询问佛陀 长者啊 你诸根清静啊 肤色光洁啊 干嘛出家呢 你长那么好 去演艺界去了啊 干嘛出家 你看起来就小鲜肉一样 好歹还是个鲜肉 不是小也是鲜肉 你老是谁啊 成什么魔法呀 现在人问你 你面膜是哪排的啊 对吧 你有什么化妆品啊 才会有这种肤色光洁吗 佛陀回答 你看 神人就是神人 战胜一切 通晓一切 万吃万物 不受污染 摒弃一切 摆脱贪欲 这里贪欲一直是一个 佛陀讲贪称吃 都是人的三毒 很少见到不贪的人 连我 有时候知道自己贪 都觉得你看 哎呀 这凤梨书不吃 就别人吃了 别人吃了 别人就发胖 那 与其别人发胖 不如我发胖 要死我来死 他说自知自觉拜谁为师啊 这事情我只要关照自己 我就发现了 我干嘛拜人为师 这话听起来有点骄傲 他其实也跟人家讨论过 只是那些人的想法 没有办法影响他 我无老师 物与伦比 没有老师 尘世天国独一无二 我是阿罗汉 我是无上师 我是正论诀 所以后来有一些 宗教狂热的人也学这个 我没有老师 我是无上师 开玩笑 谁还能比我更聪明啊 我就是佛陀转世 然后就要音乐起来 为了转法轮 我去这个城 黑暗世界中 垂想不思苦 他是要来提醒大家 让大家觉醒 所以他没有老师 所以这个 乌帕卡 就想 你没有老师 江湖中走哪一派的 然后乌帕卡就说了 照尊者说说 称得上一切圣者啊 你这样不得了啊 这话有点讽刺的意思 你是一切圣者 没人拧得了你啊 给你得一面啊 佛陀回答说 凡事能达到漏进 与我同是圣者 那圣者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啊 你只要断除了这些念 你也一样可以做到圣者啊 我已战争恶法 故而我是圣者 又回来说 但严如此啊 尊者啊 这个翻成白话文 现场话就是 你高兴就好啊 不想跟他聊下去 说完摇头 摇头离去 然后显然 又不相信佛陀的话 这人有机会碰到了佛陀 还不相信他的话 各位同学 你念台大了 你到底最后得到什么 你毕业了 或是你们交换 我去交换学生 因为你知道 大概只有一学期 所以你的权重改得很清楚 什么是我要来这里学到的 四年你就搞不清楚你要干什么 等到四年毕 蛤 那门课很重要 我没求过 蛤 我全部都翘课 蛤 你就变成蛤蛤蛤蛤 四蛤学生 好 吴比丘开悟了 前面都是受挫 刚开始真的要说服人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呢 吴比丘开悟了 一个叫阿若焦陈如 敲陈如和焦陈如 最先开悟 还有这个叫婆婆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 Vapa 然后这人叫拔提 这人叫阿说士 这人叫摩赫纳摩 所以开始有学生 开始有学生就容易了 最难都是你刚开始 人家凭什么相信你 好 那他悟到什么 八正道 八正道真的非常容易理解的 这是非常非常 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到 佛陀在路野院 就像五个人说了 没有讲很玄秘的声音 讲的就是修行方法 他叫做中道 Majihima 听起来像是日文 Patipada 这中道呢 那个 孔子也讲这个 孔子其实讲这个 不是孔子发明的 在上书里面 中国古人就强调要允殖其中 或以允殖绝中 就是不要走太极端 走中道 苏格拉里也强调这个 佛陀也强调这个 做人不要太极端 那不是要做烂好人 这有时候这个牛逼就是变烂好人 你就不论是非了 这个常常像老师一样 小学生的老师 或者幼稚员 你们俩打架是吧 来过来抱一抱握手 找好朋友啊 不能打架 是非呢 谁为什么打谁呢 很多老师都不管这个是非 只说哎 就忘掉了 好朋友啊 回家好朋友 你想就靠你一句话 就变好朋友了 你这不是像妈妈骗的小孩吗 摔倒了 来呼一下就好了 呼一下就好了 这是安慰剂效果啊 某种程度诈骗 佛陀说 众比丘出家应该避免两个极端 哪两个极端呢 一个是单于欲乐 不要跟人家上酒家 低级出比义 凡俗不体面无意义 好 然后众比丘如来已经避开这两种 这相对而言 这个大家当然念大 念了大学当大学生容易一点 因为你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化 有些教养 多多少少 那有人少一点 那你要通晓中道 中道产生的是 这见跟知 好 然后呢 导向平静 通会 等觉 涅槃 这涅槃是到另外一个境界 何谓中道 就是八正道 就是你要正见 你要知道佛所教你的东西 这正见不是 我们一般都讲一般的 这是讲佛教 他讲正思维 就是这个苦极灭道 这种东西 正语讲话不要乱讲 不要像孙老师那样 讲话乱讲 将来造口业的 到地狱的时候 是到有一层 那个把你手拉出来 然后锯掉的那种 正业 业是那个业报的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跟正定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不太能正定 你觉得 哎呀这有什么好的 我干嘛去修这种 你到年纪大 你就知道真的 年轻时候 或者人家老人家教你的好 真的大部分不是错的事情 好那这是苦圣地 讲苦极灭道了哈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生劳病死 忧愁悲哀痛苦 伤心烦恼 与可争者会合 以前叫爱真会 怨别离 跟 爱别离 怨真会 跟了讨厌的人 你老是跟他在一块 他考上台大 你也考上台大 那高中同班 从幼稚园同班到大学 每个人都要强敌 那就是怨真会 爱别离 你就喜欢他 他就考不上你的大学 这没关系 来当我的学弟 等他去当你的学弟 你已经喜欢别人了 这个新闻上有 这个故事 然后现在三个人 得在医学系 这样见面 这个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凶杀案 还是会捐赠大体 就不知道 好 这种比较是苦极 因为这些苦呢 你都没去解决 生劳病死 都是苦 那你还有额外的忧愁 你还有这个悲哀痛苦 然后又伤心烦恼 那有些人很烦恼 你跟他讲不用烦恼 这是救不了的 有人的烦恼 不知道原因 苦疾 苦的原因 是因为贪求引起 有 负有 伴随着喜欢跟激情 喜欢这儿喜欢那儿 贪求欲乐 贪求有 贪求无有 这为什么贪求无有 我就不知道 但是贪求有 我知道 众比丘这是苦灭的圣地 要完全摒弃跟断绝贪求 抛弃贪求 放弃贪求 摆脱贪求 排除贪求 这真的是 说的比做的容易太多了 众比丘 这通向苦灭之道的圣地 也是八正道 要用正见正思维正与正业正命 正经经正念跟正定 来灭除这些苦 这些苦 那这就是基本上佛教的道理 我们下个礼拜的下次单元还会再说 最初的弟子呢有耶舍 耶舍的父亲就成为第一个三归一的 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 佛法僧是三宝 耶舍成为第六位弟子 所以前面有五位嘛 耶舍的母亲跟妻子全家一起了 干嘛揪团有打折吗 你看全部有好事大家分享 由耶舍的四位出身富贵家庭的朋友出家了 所以呢你别忘了耶舍是个有钱人 所以后来有的人就觉得佛陀的弟子有问题 怎么都有钱人 所以佛教里面后来穷人的出生的人 别忘了印度是种姓社会啊 对这个是很敏感的啊 有钱人出家以后跟你这穷人出家是同样的事吗 你觉得有钱人头把还剃 他就觉得你是你我现在是平等了吗 各位知道在台湾现在 你如果老了像我哈 不要老了如果 我是老了是完全不必如果 我老了我要到庙里去住 我如果捐的钱多我做的事情少 如果庙里有位置 不是养老院哈 不是养老院我有个亲戚就这样 他捐的钱少 所以他做的事情多 你以为出家就平等了 最初弟子还有这些人 石灾人说巨族戒 就是有的像是 汉传的有点那个戒八嘛 其他藏传的跟日本人都没有点戒八 最初弟子还有这些人 这名字都不太浓郁了 舍利夫跟穆迦连是最著名的两个人 穆迦连有后来这个故事里面有穆连救母的故事 在这个中元节的时候 那还有一个叫长爪 长爪就是手很长的人 就个子高 像刘备啊对吧 什么手长过膝啊 历史上有少数几个人这样 那他为优婆塞 这也是佛教的一个不同的修持的那个等级吧 然后最后命令舍利佛 舍利佛 替度罗赫罗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定要看看佛陀的亲子关系 好 这是大品里面记载的 罗赫罗的母亲就是耶稣陀罗 对罗赫罗说 那是你爸罗赫罗去跟他要遗产 你爸就这么出家 你出生那天他就出家 你看他有一天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没有 他当然没这么说 这是我八点挡的那种阐述 你去跟他要遗产 他该给你的 好罗赫罗就站在佛头面前 这也很有画面 然后就说到声音一定也不大 你的影子很温暖沙门 不叫爸叫沙门 沙门就合上 你的影子很温暖 影子怎么会温暖呢 各位影子那里拿那温度去测一下 一定比在太阳中少了一两度啊 你的影子很温暖 如果有人跑过来说 老师你的影子很温暖 我同学 你是不是身体的温度坏了 赶快去医务室看一下 你可能在中暑了是怎样 佛陀起身离开 也没答话 你看这多有画面啊 然后罗赫罗跟在后面说道 给我遗产 前面讲 你这混乱不理我 给我遗产沙门 给我遗产沙门 我觉得这时候声音应该大一点 于是佛陀吩咐舍利佛 他还不跟他说话呢 你给他出家吧 what 出家吧 遗产吗 不是吗 好 沙利佛呢 就照佛陀制定出家遗轨 替度罗赫罗 同学了解吧 以后不要随便跟你多年未磨灭的爸爸要遗产 你爸出家了 这有前提在哪 如果你爸是佛陀 OK的 OK的 这个遗产就不错 好 靖范王来见佛陀 是他爸 述说当年佛陀出家承受了不少痛苦啊 我唯一的儿子啊 你干嘛就出家了呢 后来难陀出家 现在是罗赫罗出家 你干嘛 你要我们一家全出家 断了后了 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啊 因为这人是没什么好留恋的 这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啊 我们大部分熟人觉得人是值得留恋 尤其有荣华富贵是值得留恋的 我们又不是生在贫苦人家 那这有什么不好呢 佛陀要让你超越到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他很难跟人说法 就这样 现在父母亲 父母亲 小孩出家 父母亲大概刚开始也是难过吧 等你得想通这个道理才说 哎呀佛陀那个我们家有人出家 是我们家幸福的事情啊 我们祖先几代都能够得到超度啊 然后到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在这种 我们这种文化里面 强调孝道文化 这真是一个很大很大思想上的突破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深入皮肉骨髓啊 因此孩子出家应该征得父母的同意啊 你出家都没跟老爸说一声啊 我好歹生你啊养你啊 佛陀就接受金房建议说好 以后呢出家人都必须征求父母亲同意 就大家要沟通好以后干嘛 不然的话出家应该是个高高兴兴的事情 对祖先几代都好的事情 你这样出家了 你用40度观点来讲 那你们家就绝后 所以大部分的是女生出家 因为对于男生去 这个我们家族绝后这件事情 女生相对而言 是压力比较少的 你假如是家中独子那压力就大了 你独子还出家 那我们老孙家将来怎么办啊 就累死这样 所以你要了解到说这个有一个在 至少在华人家 那到日本后来的和尚不必出家嘛 基本上上下班和尚嘛 你看连续剧有演嘛 那那个日本和尚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嘛 那你就继承一个庙 那就是他的生意嘛 那也做做法事嘛 反正日本人在结婚的时候 都是用西洋婚礼嘛 诸教堂嘛 然后死的时候都是佛教的典礼嘛 所以日本人到时候到天堂去 到底到哪里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个杂牌的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里面这个故事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慢慢大家都知道 出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不需要惹到社会有那么多的恨 尤其宗教之间 好另外他说啊 罗和罗 只要有人不知羞愧故意说谎 所以强调不说谎 我就不能说他们不再需要调教 因此罗和罗 你必须培养自己绝不说谎 哪怕只是开玩笑 一般的佛教徒是连玩笑都不开的 那叫妄语 更不要讲说谎 所以我大概很难加入佛教是这样 我太开玩笑了 我开玩笑开到后来人家都说这是真的吗 不像讲相声就说相声上面演的都假的 我讲了很多话是真的 所以我也不能讲相声 对吧 好佛陀接受捐赠 这也是一个后来有些追求苦行的人 就怎么可以这样啊 己孤独长者 这是一个翻译 己孤独长者就捐赠了其数己孤独员 这是给孤独的这些观寡孤独老人去住的地方 有点像养老院或者大陆叫福利院啊 就是一个救济这些观寡孤独的人啊 己孤独是一个人的名字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后来在日本在哪里佛教里面都有一个地方简称奇缘 就是奇数己孤独员的简称 在京都奇缘的终生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去逛法园寺 也造了一张像 那上面写奇缘 那不是日本的哈 这是佛教的 佛陀接受了这个人的馈赠 你说能接受馈赠吗 那这个人还算小事 你看这个人 妓女安婆玻璃 捐赠了一个芒果林 不是都是芒果哈 然后最后发布了芒果冰 不是这样的故事哈 这个芒果林也是一块大的道场 当然现在道场不像现在在都会里面那么舒适 它就是一块一块 死有人土地 妓女捐赠你也受啊 那人钱 肮脏钱 如果今天什么台北市妓女工会捐赠台湾大学一栋楼 你看台湾大学敢收吗 一定会吵起来 一派人认为新产业工作者辛苦钱 为什么不收 日日春楼 比如说 另外一批人说 挣钱我们怎么可以收 保证一定吵起来 对不对 这大家用想就知道了 所以妓女的问题也是要到现在为止 这道德一加入你就没什么讨论空间了 另外一个问题 佛陀对于女人出家的质疑 不是众生平等吗 女人不是众生啊 哎呀 这就很多说法了 佛陀对阿难说道 如果妇女不出家 饭行能持续一千年 现在呢 妇女能出家了 饭行将持续五百年啊 大对折了 跳脱大拍卖了 为啥 好这边 这个这不是佛经里面啊 这是郭良云先生写的 正如女多男少的住家 容易遭到道劫抢劫 这是某个时代吧 所以由于妇女能出家 饭行就不能持绩 我还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 正如 再比喻呢 稻田染上白骨病 稻子就不会持绩 女人是白骨病吗 白骨精吗 甘蔗田染上红骨病 甘蔗不能持绩 然后就 所以由于妇女出家 饭行不能持绩 这根本就没解释嘛 为什么妇女不能出家呢 说明白讲清楚啊 对吧 没讲清楚用这个比喻 那我们也不是农业专家 怎么知道 这白骨病怎么就等同于女人呢 啊 预先主体以防水库泛滥 那时候有水库吗 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预先宣布八重法 或八重法 要求比丘终身不得月归 这后来在几年前啊 这个因为他那比丘尼多了 后来就要求废除这个法 叫八境法啊 就废除这个佛陀制定的法 当时也引起争议啊 说怎么能佛陀定的你呢 要废啊 你还是佛教徒吗 也吵了一阵 这佛教女性主义者啊 好 那呃 这里面讲到啊 说呃 这里面的问题 简单讲啊 就到底你们这些佛教徒 啊 这些和让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人家农人工工工地 商人做生意 市值怎么样 你们你们这和让 就一天到人家化缘 你们什么 你们就社会的败类 简单讲 就从这里的质疑 他你声称自己是庚者 我从来没有接到你庚者 你怎么是庚者 那答案很简单 我庚的不是有形的田 我庚的是心田 人的田 简单的讲 就这样 你看信仰是种子 苦情是水 这就是厉害 就是会讲话呀 啊 这个在孟子里面 出现类似东西啊 有一派农家 农家说 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 啊 土地要自己做 那你的帽子是你做的吗 什么东西 就强调社会要分工嘛 不分工不可能嘛 什么东西都你自己做 啊 这个东西类似啊 类似 一直有的对于这种 有手靠前 或者看起来有手靠前 非常不爽 这里就讲到这个啊 就是孔子身体 我们这些人 耕得不是那有形的田 我们看 孔子身体言语谨慎 勤奋啊 这个通的直向前永不返回 他进行这样的耕种 结出来是永恒之果 反正这样耕种的人 他能摆除一些痛苦 孔门里面也有人不太相信孔子交的东西啊 有一个人叫樊池帮孔子驾车的 说我要学农啊 老师 你那么厉害 你就教我种种地吧 我不如老农 你要学种地 去跟农夫学去 那我要种滑谱的事情 我不如老谱 去跟那个搞园艺的人去 所以很多人后来在批孔的时候 就说你看孔子看不起下层阶级 看不起劳动者 这也是啊 你也可以说佛都看不起劳动者 如果你要这样讲 可是呢 有些人就是要做这种永恒事情 这种耕种是永恒的 你是替别人排除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不是农夫做得到的 种田能有种田的长处 不是种田没有长处 有他的长处 但是其他搞思想能有思想的长处 这一直都有 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 对于搞思想人不太理解的事情 他没事做了你看 那老师就靠一张嘴啊 那有的老师政治界跟你不同 你更觉得他该下台啊 所以啊 这地方基本上对于知识工作者 是没有尊重的 不懂得这些人的重要性 佛都对女人出家妥协 反正就是车轮战了 这批人下去下一批人来 这批人来 最后找到阿难 你也知道要突破点 就找到那个weakest link 谁是weakest link 阿难啊 所以说阿难你去跟佛多说吧 阿难一直说一说 好吧好吧好吧 如果摩赫波色波提 就是他的这个 姨母啊 能够接受八重法 就能出家 阿这八重法是哪个呢 就是怎么样 我们会讲一下啊 就是比丘尼 要对比丘要敬重的很 这个在天主教一模一样 天主教的神父可以管修道院 修道院的修女碰到神父 矮了好几劫 矮了好几劫 不是平样 不是说我们都是神职人员 咱们是一样 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哦哦哦哦哦 没有平等这件事 好 这个八进法或八重法的问题 我后来 这个后来大概也在十年左右 佛教的学术开了一个会议 讲到佛法为什么在印度灭绝 后来几乎也像佛陀所说的 一千年后 后来大概打折了变五百年 五百年后 印度土 印度的国土里面 看不到佛教的印度 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 大部分是印度教 佛教是这几年慢慢慢慢在复兴 所以你到印度看不到多少佛教的东西 还有印度有伊斯兰教 这跟历史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佛教灭了 所以他们在讨论 那佛教 在印度为什么灭了呢 自己发生出来的地方 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他不收女人 佛陀就说收的女人会 因为你不收女人 所以这个佛陀 这个佛教就不会 印度有一半人被你看不起 你这个教怎么传下去 宗教应该团结人民 而不是分裂人民 你分裂的事情一定搞不成 所以这个在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研究 当然这有引起争议 有人认为应该不是那样 那佛教那么好 为什么在印度实行不了 那这是另外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在中国大胜 这不是中国东西啊 中国东西应该是儒教啊 佛教从魏京南北朝以后 号称是东汉明帝的时候来的 但魏京南北朝以后就很胜了 南朝484 都赴楼台烟雨中 南朝就那个地方 建康就南京地方 就480间庙 你看那有多圣啊 好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简单来讲 所以到底要不要女人 要了就说好吧 我们收吧 反正在劫南逃 反正佛法就灭了 所以女人为什么要接受佛教呢 如果这个宗教那么看不起你 到底什么问题 你应该讲出来 有的讲的比较合情合理 所以印度啊 是个重男轻女的社会 对女性极度不尊重 那你佛教不就更应该尊重一点吗 所以你看现在印度啊 有些旅客去对不对 被轮抱 前最近比较少报的新闻 什么观光客去了啊 或者印度女孩啊 被一车子的人轮抱 你说这是什么无法无天的社会啊 真的啊 你看新闻上都有啊 有的时候是把他们自己的妇女 然后还有什么妇女 什么结婚什么 都是父母亲决定 什么什么 有很多 你知道印度跟女性 这个新闻 你看了你都觉得 今夕何夕啊 怎么还有这种事啊 有啊印度啊 你看光看保莱坞呢 就怎么样 印度 有一个印度的人 网红前几年 在那个 后来他哥哥把他杀了 他亲哥哥把他杀了 觉得不要脸 类似这样 每次看到这种新闻 都不敢相信 这什么时代的 还这样啊 印度还接受过英国统治啊 怎么还这样 那你说佛中的时代 女人出家 对佛教不利 是因为很多人 可能就借着这种性暴力 欺负比丘尼 然后这个比丘 可能没办法保护比丘尼 然后这样佛法 可能因此造 那我可以理解 你这个厉害的分析 没有人这样说 没有人这样说 所以就来一个不明不白的说 好吧 佛教只要有女人 就少了五百年 我觉得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好吧那他们要加入 就要尊重男人 为什么 那什么时候 是不是等到什么 一个条件吗 等到他女性的知识 跟男性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法就得废了 应该这样不是吗 在以前可能女人 接受教育机会少 对吧 那这应该是 接受教育机会的问题 而不是男人跟女人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思考是这样啊 这十几世纪 就开始有一个人 叫Mary Wollstonecraft 好吧 我在受学理论第一堂课 一定教Mary Wollstonecraft 没有人认为她是社会学家 但我要教这个 为什么啊 我说这个女人出来 比所有的古典社学理论家都早 她不是学术人物 但她早就看到了 女人在这个社会上 在不管是什么社会 在这个社会上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是不理性的 后来的古典社会学家 后来的古典社会学家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除了Zemir 稍微例外 好 她还度化一个强盗杀人犯 叫央掘摩 好 那么一般人认为 这些人可能吗 可以啊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有人说 哎这太简便宜了吧 你做尽坏事以后 然后最后就坐直达车 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所以也有文论 佛陀后来进入涅槃 那故事呢 是有一点那个 好 佛陀最后的教诲 是几种不退法 还有戒定会 还有武力武祸 还有四圣地 四圣地就是苦极灭道 其他你大概上网 可以查一下 对待女人 佛陀快死了 说我已经不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赶快问吧 就像我们当老师 最后一堂课 都讲下礼拜期末考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呢 赶快问对吧 老师出题方向是什么 出题范围是什么 老师可不可以夸重点 当然你们都会问对 阿难就这样 阿难就是因为 这个问题没问好 后来还被人家骂 说哈 你的罪过就是佛陀 要死之前 你都没好好问问题 阿难问佛陀 世尊 我们要怎样对待女人 显然跟佛陀那么多年 没学到如何对待女人 不要看到她们 非你无事 这跟严远讲的差不多 世尊 如果看到了怎么办 不要跟他们说话 阿难又说 世尊 如果我们跟他们说话 怎么办 守住意念 阿难 翻成现代话 叫后住 这只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 我有一次跟一个自称佛学学很多的人 他没读过这段 我都有出处 我觉得这段非常简要的 知道佛教的最大的弱点 不知道如何处于女人 各位同学 我们生在几千年后 如果大部分男同学 还不知道怎么跟女人相处 我们的灾难绝对不会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教你生的社学不是他们什么都对的 而是你可以看到人类的有受的进步 是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 你如果真相信宗教 大概我们要相信性别平等 可能性非常低 下来办 还有到那个佛陀的思想的部分 还有一些有关他的 对女人的看法 好 那个都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教你圣者社会学是有所取法 跟有所取戒的 这种东西是不能再相信 有些是可以相信的 你要这样分开看 这样教才有意思 在佛学院或什么 他们可能不能教你这些事情 可能就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这个要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这是我上礼拜才发现的事情 这个交这门客的 随时会发现新的事情 上礼拜我中午跟人家约吃饭 在约吃饭之前呢 我在看这两本书 叫提婆达多 这是今天稍晚会讲到 这佛陀的表弟 然后也是佛陀的 这个佛门恶人 结果在这本书的后面就说 佛陀有一个儿子 一辈子没为他教化成功 我想啊 结果就上网去查 那刚好就跟人家吃饭 所以那顿饭呢 又吃得我非常忐忑 因为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以为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佛陀的儿子 罗和罗 其实这辈子没有被他爸爸教化成功 因为他可能对他爸爸有什么情节 我们从这里 结果后来回家一查 不是 那我更惊骇了 那不是什么回事呢 这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佛陀呢 他有三个太太 这我们已经说了 他还有三个儿子 我读那么多书 第一次发现佛陀有三个儿子 我读佛陀的很多传记 没有人说他有三个儿子 那第一个 那我说 原来就不是 第一个叫善心 这个大概是异议 第二个叫幽婆摩也 摩那 摩也摩也摩也 第三个叫罗侯 罗侯这翻译的问题 叫罗和罗 但这个经呢 这不是法华经 这叫在法华经 不是法华经 是类似 所以只有这本经 查了半天 到目前为止 这本经讲佛有三个儿子 然后这个 在这个 这个说涅槃 涅槃经说 善心比丘 菩萨在家之子 然后他谁呢 他是他的大儿子 所以中间还有一个 我也没有特别认真 找得到的人 叫幽婆摩也 第二个儿子 比较有名的是 这个第三个儿子 罗和罗 OK 所以你们今天的程度 跟孙老师今天的程度 是一模一样 上礼拜 好 然后这里面有这个 大波涅槃经 我上次说过 有不同的版本 有四十品的 有六十品的 那个我上次说那个 虾子墨像的故事 出在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认真看 这边有一段 说善心比丘是佛菩萨 十的子 就佛陀还没出家的时候生的儿子 如果佛陀出家了还生儿子 这个尴尬了吧 对吧 这就品性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他没有出家 所以这边有一段 是这样 因为大部分的佛经 大部分宗教经典都已经上网了 所以查得到的 大概不正式的东西 大概就很难查到 好 这边讲善心比丘呢 唯我即使 好 意思就是说 是给他当然 你看最后一段 我虽为是善心说法 而彼都无信寿之心 就讲半天没有用啦 这个人不会听我的啦 这个是当父亲的无奈 我知道很多朋友 有小孩的 常常觉得小孩很难教化 所以有人就有这种 类似佛教的说法 说小孩都是你欠他 上辈子欠他债 这辈子他你来还债 这个是 这个顺便跟各位讲一下的 应该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相关的 三线四大之信 由可转意 御令世人必度阿比 阿比是阿比地狱 这以前我们看布袋戏的时候 布袋戏演的是台语 阿比地狱 这个地狱里面有一层 号称十八层地狱 那布袋戏常常这么说的 到阿比地狱喝咖啡 这讲国语就没什么意思 讲台语就 去阿比地狱 都是一的音结尾 喝咖啡 无有是处 所以这里面呢 他这个善心比丘做了很多跟佛陀 对抗的事情 所以这边这个要 然后最后呢 善心比丘 摇剑如来 剑以极生恶邪之心 所有人看佛陀都看到觉得 哇他来了我觉得很慈祥 非常疗愈 照现在说法 只有他看完以后觉得 你们现在说法叫什么 很厌世这样 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个爸爸 然后以恶心故 升陷入堕阿比地狱 所以他后来跟他爸不是在一块 他在阿比地狱 与这个 与神同行 对吧 你只要有看那个电影的话 然后还有呢 虽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后来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佛陀讲法很多人 等下我们也可能会讲到 虽然做了一堆坏事 但是慢慢的 不断的修行 还可以变得好的 佛陀本身就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这个 这边补充的 这个在讲义里面 叫做二之一 二之二之一 特别妇录 这个刚刚才放上去 所以这个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我相信你如果信佛的朋友 你问他一下佛陀到底几个儿子 很多人会答不出来 这个根据就是那部经典 但只有那部经典 其他地方 我用Google放入这个名字 就出来都是这个东西 不会有别的东西 我上次说过 有时候很尴尬 我要查一个什么 查到后来是我的讲义 这是最尴尬的事情 好 那这是要补充说明的 所以佛陀的生平 我们已经跳过去 他儿子的部分 已经更正了 说我们原来只讲到罗赫罗 现在就根据那个 在法华经这个部分 说他有三个儿子 这个讲义有最新的更新 所以这也是刚刚才放上去的 所以你如果要比较新的讲义 我希望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 重新的放上去这样 那个接下来 我们接着上礼拜讲的 要讲佛陀进入涅槃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佛陀最后的教诲 有七种不退法 跟六种不退法 那个详细的 你可以去看讲义 还有一般的书 你去查一下 这个是佛教常常讲 你要有戒 就是五戒七戒 戒杀生啊 戒吃荤食啊 戒妄语啊 戒什么的 这些都是 这个大概所有的宗教都有这种戒的 一般的道德也会这样 不准做这个 不准偷盗啊 不准协淫啊 这样 然后定 你得有正定 然后朝向这个目标前进 会你要希望能够增长你的智慧 所以戒定会 还有五力五祸 还有四圣地 四圣地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大概就是 苦极灭道 然后要用这个 最后追求正道 但他那个正道 每个人讲法都不太一样 那他那个正道就是要进入涅槃之道 简单讲是这样 好 这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摩罗这件事情 佛陀在修行的时候 那个魔鬼会出现 魔鬼呢 他英文叫Mata 然后就翻成摩罗 摩罗 摩罗呢就请佛陀进入涅槃 你可以想象吗 我就完全不能想象这个故事 说你该 玩next level 这样到next level去 那佛陀还跟他讨论说好吧 那这样吧 你既然来了我就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我进入涅槃 这是 这可以讲的吗 显然是可以的 摩罗你看安定了 如来不久就要进入涅槃 三个月后如来就要进入涅槃 但大家都不讲 那通常讲的呢都是佛陀呢 进入涅槃的决定以后 我三个月后我就要走了 现在我们大概告诉你 你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那大概都是医生 你得了这个病啊 哎呀孙老师啊 你大概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了 这个大概只会这样 然后这顿时大地震动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 这个不太可思议 如果只是我们受到很大的震撼 那是绝对人之常情 你听到了一个这种 几乎是你的死讯 判定你死刑的消息 我想有很难有人不受到震动 但那个是大地震动 好然后呢他就讲 这有很多因缘 这边我就不念了 第一因缘第二因缘第三因缘 第四因缘第五因缘 那一直到第八因缘 然后佛陀跟阿难就讲述了这个 八重八圣处跟八解脱 这跟八有关 所以这里有他的因缘的故事 这佛教非常强调这样的故事 我们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其他的那个信仰 或者俗世的教育 不强调这个东西 好那他有个地方叫重格讲堂 现在佛教有些团体的讲堂 也叫重格讲堂 就是仿照佛陀在重格讲堂说法 佛陀呢就把就就 吩咐阿难造极了这个 废舍黎城附近的比丘 在大陵重格讲堂集合 台湾有个地方叫大陵 在嘉义 他说呢我通会获得的诸法 我已经交给你们了 我快死了 但是我应该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应该好好掌握 修行广为传播 这不是只是你好 你也希望让你觉得有好处 你应该报给大家知道 让范行长久保持 利益众生 怜悯世间 造福神跟人 然后这个 我从这个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会呢 我的通会 表示他智慧是中通的 有哪些呢 这就是他讲的 四念处 四正秦 四神族 四神族不是四神汤 这个不要看到这个 五根五立七觉之八正道 我觉得八正道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其他的我都不太懂 好这是他交给学生的 他说诸行坏法 你们要努力精进不放异 这个就告诉你 你要hold住 要不断的不断的 那个我们上礼拜 先讲到佛陀 谈到女人的时候 尤其阿难请教佛陀 要怎么跟女人相处的时候 他最后也说 你要不放异这样 好后来在这个村子里面 又跟他们说法 他说我和你们 由于没有觉悟设法 长期轮回流转 对佛教徒来讲 这个不再堕入轮回 是最高境界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下辈子还要再做你的学生 下辈子还要做你的儿子 下辈子还做你女儿 下辈子还做你爸爸 什么之类的 像这种话 有的时候在那个新闻里面 这个你都会看到 好像很感人的 但在佛陀来讲 下辈子不会再来 还有人说要乘愿再来 那从佛教来讲 你都是轮回流转 那都不是好事 那有教你的是哪四个呢 那是戒 定 会 还要解脱 这个解脱就是 你要超脱这个城市 到另外一个境界 这个是很困难的 涅槃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不太 不太能了解涅槃 因为这境界太高了 一旦绝入这四法 就和你们断绝 绝对有 有存在里的贪念 你不要贪念这个世间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算你享受了荣华富贵 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很好的地方 你真的是想象不到的 虽然有人念阿弥陀经 我以前我们家有人过世 我也念那个经 告诉你阿弥陀世界有多好 多好 多好 念完了我也不觉得有多好 我觉得是蛮无聊的地方 有一个笑话 所以这个 有人到地狱去 在决定 要到天堂 还在地狱的时候 他可以做一个决定 他就看到天堂的广告 所以欢迎到天堂来 就一个小天使 白色的衣服 然后弹着这个小竖琴 这样飞过去 他觉得啊 天堂就这样 然后那个地狱的广告 哇 派对啊 那声音很大声啊 什么 这地方太精彩了 他就决定到地狱去 就到了地狱发现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就抗议 跟地狱人说 哎 你们在那外面的广告 是每天都派对 怎么到地狱来那么辛苦啊 那个地狱的那个人说 你还相信广告吗 所以各位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个 这个虽然是笑话 但很多人真的很相信广告 相信别人说的一切 好 排除对有 就是存在的趋向 不再有 这个对我们很难想象 所以你觉得 会有今天比现在更好的状况吗 难道你当台大教授就顶了吗 你当总统 选上总统就是顶了吗 对他来讲 这个都是不重要的东西 好 金跟绿比传说重要 如何判断真假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以前的时代 没有这种传播的东西很有限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人家说我听佛陀说过什么话 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 好 有的时候佛陀讲过某些话 你确实不在场 但你要如何判断 人家讲的佛陀的话是真的 这个算不算是那个 因为佛陀已经不在了 这是对很多人来讲 就像现在一样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假新闻 你如果没有人出来辩驳 你当然认为那传说的应该是真的吧 以前我的父亲在戒严时期 说得非常的斩钉截铁 他说只要中央日报没有登的 都不要相信 你看这个受到这影响多深 那现在也是要怕假新闻 所以我们政府单位要高薪礼聘小编 专门来对抗假新闻 它甚至还不是新闻局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某单位负责吧 怎么每个单位都得聘个小编呢 现在小编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小编可以控制我们的想法 真的假的只有小编知道 变这样 好佛陀在这个村 盘徒村住了一阵子以后 前往另外一个村 又前往另外一个村 跟另外一个村 反正都是小村落 然后佛陀又前往这个城 伯家城 住在阿难塔 这个塔应该不是很高的 只是高的房子大概是 佛陀为众比丘宣讲四大教诫 凡有比丘说 他在某处听世尊说 某处听长老说 或者某处某位长老说 这位置答错 这是法 这是律 这是老师的教诲 你们既不要赞同也不要反对 不要赞同也不要反对 应该记清楚词句跟含义 然后拿来跟你学到的经跟律 律就是戒律 经是传下来认可的佛陀说过的法 你要拿来跟经律对照何时 然后如果不符合经律 就可以说这肯定不是世尊说的 某位比丘某些比丘 或某些长老或某位长老记错了 如果符合经跟律就可以说 确实是世尊所作的 所以在这里 世尊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上次跟各位讲过 我们在后面会教到 释迦摩尼 不是释迦摩尼 那个 穆罕默德他们 在圣讯里面记得最清楚 谁听谁说的 谁听谁听谁说的 把那个听说的过程 讲得很清楚 就某种程度是可信或不可信 佛陀这个说法 就是你要根据的 不是人家说佛陀说的你就要信 佛陀说的跟平常记下来是否一致 在这里的前提是 佛陀的说法前后是一致 如果佛陀说法前后不一致 那应该相信后面 还应该相信前面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 一个痛苦的一个教训 我刚回来教书 还考试 然后呢 我知道课本有错 我上课的时候 交到了一个课本有错的地方 我就跟学生在在叮咛 来的人也不是太多 那时候还大四的课 礼拜六早上还上课 你想会有几个人来 那时候很多人早就自己周休二日 我就说这题啊 这个你我们用的那个书上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 我考试的时候 我就考这一题 我来看看同学到底有多少人认真听讲 我考完这一题呢 我等于自己打脸 这题没有人答对 没有人答对 全部人都照 所谓的课本来回答 我就非常伤心的 我想那天不是有人来吗 所以我第一年教书 第一学期考完试 当了21个人 这些人去年毕业三十周年 我是唯一还在的老师 我就非常好奇 那他说我说补考 同学都吓昏了 这新回来的家伙 显然是个杀手 要补考 就21个人 很多人呢 都从来 念学校的这个念试过程里面 从来没被当过 唯一被当就是我 被我的课当了 还大肆的时候被当 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啊 然后就来说 老师你要怎么考啊 我说各位同学坐下来 我就说 请问那一题 为什么你们全班答错 有没有人要告诉我真相 男同学就这样面面相须 女同学终于有一个人 至高奋勇的时候 看完以后好像 大家看了大家一圈 然后觉得好像被授权了 可以讲 结果说孙老师 其实我们发现了你 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大部分人准备考试都是一群一群的 这个不是独立作业 我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早就发现了 你上课讲的跟书上的是不一样 诶 真有人上课吗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我们一致决议 考试的时候 大家都这样答 看你怎么样 我说 原来可以这样啊 你们想用一百个人的错误来让我低头啊 我说现在就是怎么样啊 你们为什么不会相信我讲的东西是对的呢 我是你们老师 你都不相信我 那我教书干嘛呢 我就变有声书好了 我就把那个所谓的课本 就从头念到尾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有个学生很客气地说 老师因为我们从小考试 都要相信课本 而且老师再再嘱咐你 课本就算有错 考试要根据课本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种教育怎么会教出 正知正见的人 这种人就教出 人家要你信什么 你就信什么 这是三十一年前 我后来决定不考试 你不愿意相信我就算 这是你的准 我都告诉你 我这书出 这个讲法出自哪一本书第几页 那现在上网以后 还有同学帮我去查证 如果我当初没写完整的 他会帮我查出来 都有根据的 我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 人不出名 不会有人相信你 我现在也写书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说 可是孙老师书是这么写的 我希望不要这样 我希望跟这个一样 你要真的要跟别的地方配合一下 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当然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 老师在台上讲的是一套 私下是一套 所以呢 老师台上台下是两面人 有些人确实是这样 我尽量不要这样 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不是这样 我只告诉你 要相信一个人讲法 真的是很困难 最后的早餐 在耶稣是最后的晚餐 我还很认真的看了一下 佛陀因为快挂了 这个身体很虚弱 最后在这个铁匠之子 纯陀 这也是翻译 的芒果林 那纯陀看他很虚弱了 就邀请佛陀第二天来吃饭 佛陀就以沉默表示同意 因为实在太不舒服了 没法讲话 第二天早上 这里强调他是早上 佛陀手持衣钵 与众比丘一起前往 纯陀家里吃饭 佛陀坐下以后就对纯陀说 把你准备好的软猪肉给我吃 佛陀不是吃素的 因为你要沿街乞讨 或沿门脱波 人家给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你不挑食的 所以吃素 后来基本上是 中国的梁武帝之后吃素的 藏传佛教不吃素 日本佛教徒也不吃素 中国佛教徒吃素 那这吃素又跟沙僧有点关系 佛陀是不吃素的 这个书还不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为什么 他因为脱波嘛 你就是人家给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不是特别为你做的 纯陀这个显然是特别为他做的 好 你准备好软猪肉给我吃 纯陀 你把准备好其余食物给众比丘吃 佛陀 纯陀就遵命照办 然后佛陀对纯陀说 把吃剩的软猪肉埋在坑里 我看这世界上 除了天神 摩罗 梵天 沙门 波罗门 以及神和人 除了如来 谁吃的他都不能消化 如来好像也没消化 如来就他自己 另外佛的十号之一 纯陀遵命照办 佛陀为纯陀说法以后就离开了 所以好像还没事 可是佛陀吃了纯陀供养的食物以后就发力气 拉肚子 剧痛 贫死 好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最后世尊过世都是因为吃你的东西 佛陀就对阿难说到 佛陀有这个御师的能力 这我们所有人都会了 可能有人会说 纯陀如来吃你的供养食进入涅槃 你没有功德没有利益 如果涅槃是好事 吃了进入涅槃 怎么会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呢 这也是我 好那显然在这里不觉得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没有功德没有利益 引起唇陀心生悔恨 唇陀会觉得自责 觉得怎么我就好心想给佛陀吃 怎么就他就吃不下呢 别忘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很虚弱 正常一样吃可能没有问题 就像你们跟我出去吃饭 你们年轻新陈代谢好 你们吃某些东西 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老实现要吃某些东西 问题就会很大 那能说你要吃的我不能吃吗 或者说你们一定要跟着我来吃吗 这我觉得都不恰当 好说纯陀如来吃一款进入涅槃 你有功德有利益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人家说没功德你要说有功德 我听世尊勤口说过 有两种供养食具有同样的功果 及果报 而且比其他供养食具有更大的功果 跟果报 哪两种呢 一种供养食如来吃了以后 获得无上正等正觉 就涅槃呢 另外一种供养食 佛陀吃后进入涅槃 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铁匠之子存陀累积的功德 会导致长寿 种姓幸福名誉天国 所以这个大家会骂存陀 可是佛陀已经交代 佛陀还交代另外一个 这为什么后来佛教有四大的 这个圣地崇拜 说阿奈对佛陀说 过去众比丘的各地 渡完雨安居 因为那个是印度的那个天气 有一阵子会常常下雨 那下雨以后 那个佛教徒很难 这个僧侣很难在外乞讨 所以就要在室内 那个叫雨安居 大概过三个多月 还几个月夏天 所以那叫雨安居 然后都来看望如来 我们也得见到 种比丘看望跟侍奉如来 世尊去世以后 就不能这样 佛陀就告诉阿奈说 你们如果还怀念我 你就用前信 善男子 比丘比丘尼 又婆赛又婆怡 可以参加拜处 如来生处在哪里呢 蓝比尼园 如来正等觉处在菩提树下 如来转无上法轮处 然后在菩提加爷 如来入无欲涅槃处 最后死掉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佛陀身后 还要讲这四个地方 都是到现在为止 佛教徒希望能够去参拜的地方 当然佛教徒不像 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有一个类似要求他的教徒 这一生一定要一次到麦加去朝圣 就是很多伊斯兰教徒希望能够达到愿望 佛教徒没有人要求你这样 但是像我的学生里面信佛比较虔诚的 大概都到过印度 都到过这些地方 有人还发照片给我看 好 这里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 我怕你上班没来 我再讲一遍 阿奈问佛陀 说师尊我们怎样对待女人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有一次讲到这个 我一个当时还没出家 现在已经出家的女学生跟我说 老师这好像在愣 愣严经还是愣陀经 我忘了要哪一个经 那里面好像阿奈有被女人 这个有跟女人 这个怎么讲 有个误会 所以她好像很怕碰到女人 虽然阿奈在佛教 在佛陀的弟子里面 是跟女人关系最好的 女人不能出家 佛陀认为女人出家 这个佛法会减半 然后这些想出家的比丘尼 就一直跟阿奈说 最后是阿奈去跟佛陀说 所以其实阿奈应该跟女人的关系 应该算是很很很好的关系 应该这样 好世尊我们怎么对待女人 说不要看到她们阿奈 可阿奈怎么可能不看到她们呢 世尊如果我们看到了怎么办呢 不要跟她们说话阿奈 如果我们跟她说话怎么办呢 你要守住意念 你别看到人家 你就开始动了银心 哎 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还有啊 很多很悲惨的故事 这是两个不同的翻译 我也告诉我 因为大部分读汉译经典的人 不会读到这段 因为这段不在汉译经典里面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 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很压抑 好 所以大部分人能够比佛陀的弟子更高明 就是在于那一点 你跟至少在现代的各位男女同学 可以超越这个 然后佛陀最后收了一个弟子 叫虚拔陀 他说虚拔陀 凡是法跟律中没有八正道 没有第一沙门 没有第二沙门 没有第三沙门 第四沙门 法跟律中只有八正道 就是这个沙门 所以八正道是很重要的 判断佛法 是否符合佛法 就看八正道 是否符合八正道的原则 然后这个不管几个沙门这样 然后这个虚拔陀 听完以后说妙极了 世尊妙极了 世尊以种种方式的说法 就像扶正摔倒的东西 皆是隐蔽的东西 给迷路人指路 在黑暗中举的灯 让有眼的人可以看到东西 他就很高兴 因为跟着佛陀能够开了自己的智慧 所以我要归依世尊 归依法 归依僧团 现在在汉传的佛教里面 会说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简单就是这样 请求在世家面前出家 受聚足戒 聚足戒就是好像五戒 还是几戒 你可以查一下 所以呢 那世尊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要以法跟律为师 这法是佛法 不要以人为师 要以法为师 所以等佛陀过世以后 还有人拜师父 理论上是不符合这精神的 你应该拜经就好 不用拜师父 佛陀对阿奈说到 你们可能会想 导师言必 我们不再有导师 但是你们不要这样想 在我世事后 我所教导的法跟律 就是你们的导师 所以汉语佛典里面 简单的讲 叫依法不依人 你要相信的是那个法 你不是要相信哪个师父说的对 哪个师父说的不对 哪个师父有神通 他很厉害 他是佛在世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他是佛 然后也有人相信呢 我就告诉你 你要相信的不是佛 你要相信是那个法 你要相信佛生前的教诲 不要相信这些自称是佛的人 直到现在比丘相互之间 可以称呼朋友 或者兄弟 在我世事以后不要这样 他要告诉你该怎么称呼 年长的比丘 可以称呼年轻比丘的名字 族姓或者朋友 而年轻的比丘 应当称呼年长比丘 叫尊者 或者叫巨兽 也叫长老 或者这样翻译 阿奈在我世事以后 如果生团愿意 可以取消一些琐碎的学处规定 这个叫唯小戒 非常唯细的戒 那可以不要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唯小戒 原来只有一两个徒弟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很容易 讲清楚就好 后来一堆人 你就不知道有人会犯什么规矩 会犯什么戒 所以你就要规定得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现在他说到时候 反正我已经说了一些了 这些唯小的东西就可以不要 阿奈 别小看这个 后来阿奈跟大家设 他们在争议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阿奈的罪过 说你没有 既然你叫佛陀放松这个 做那个投驼行的人 投驼行就是非常严厉的 做着苦行的人 就觉得这些戒都是要守的 阿奈没有让佛陀做这个事情 阿奈在我世事以后 对于车逆比丘要处以凡障 车逆比丘就是佛陀出家的时候 带他出家的那个车夫 后来一直就跟在佛陀旁边 但是也是一直没有成为佛教徒的人 佛陀身边你现在知道 除了车逆他感动不了之外 提婆达多他也感动不了 还有刚刚讲他的儿子他也感动不了 这很困难 很多师父就是感动 就是没办法制服自己的儿子 这是一个很 这个有这个 你看可以出以犯账 可以打他 阿奈问说 世尊何谓犯账 佛陀说 不是打他 讲错了 佛陀有回答 无论车逆比丘想要什么 说什么阿奈 众比丘不要理他 不要劝他 不要训他 意思就是把他当空气 不要理他 为什么佛陀有这么大的 对车逆比丘这么大的反感 我后来看了书 有个书上说 因为车逆比丘非常的骄傲 为什么骄傲 因为车逆比丘跟佛陀一样是世家族的人 这些相信种姓制度的人 就连出家以后他都不觉得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 都还有优越感 不愿意跟人家来往 看不起那些出家的 这个其他种姓制 在种姓制度比他低的人 所以车逆比丘是这样的人 然后不只是车逆比丘是这样的人 世家族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人 世家摩尼佛反而是他们那家族的人例外 所以这个是在有些书上有写的 就是这种种姓的优越感 说车逆比丘这样 因为在一般经典里面你看不太出来 尤其这一段 你不知道为什么佛陀对车逆比丘有这么大的怨言 也算是 最后佛陀告诉这种比丘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诸行是坏法 你们要努力精进心不放异 这跟他跟阿难说的那个 要不要放异 一样的道理 然后最后佛陀就过世 像这种话 我们以前在这个学历史课的时候说孙中山过世 最后的遗言 还包括大礼堂有时候都会写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大概也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意思 希望大家能完成 这个 这些伟人 没有完成的一致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涅槃 进入涅槃的过程写得非常细 但是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你看佛陀进入了初禅 初禅就进到第二禅 到第三禅 然后又进到第四禅 第四禅以后呢 进入一个叫空处定 从空处定 要进入到世处定 这就是一个死亡过程的一个描述 虽然 除非有人冰死 或者你要读西藏杜王经 可能大家知道一点什么 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不知道 没有经验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从世处定要进入无所有定 从无所有定进入非想非非想定 从非想非非想定 进入灭想定 然后这是一个死亡的过程 然后呢 最后从这个过程又回来到了第四禅 然后从第四禅最后进入涅槃 所以那是一个长的过程 这我不太能说什么 我一看到这个 从生到死亡的过程 是我的猫跟狗 我的狗走得很快 没有几分钟它就走了 虽然知道它过世 然后大概猫跟狗呢 都是从下半身开始量 然后量到上半身 然后就没了 就走了 它下半身会先 听说人也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可能跟描述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样 我的猫走了三天才走成 我都以为它要死了 结果拖了三天 不吃不喝三天 然后最后它走了 好 佛陀遗体的火化跟舍利的处理 佛陀遗体呢是由莫罗主人火化的 那时候不像现在设备那么好 你要烧到多少度 我以前有问过一个藏仪社的人 我说人的骨灰能够拿到田里面去当肥料吗 他说现在烧的温度太高 把所有的养分都烧了 那不太可能 温度低一点是有可能的 顺便给你参考 佛陀舍利 就是佛陀烧下来以后 有的人说 尤其有现代医学观念的人说 这舍利呢大概就是结石 或者骨头的某些地方 那有彩色舍利 佛陀死掉以后呢 这个当时就帮他建了八个塔 他的舍利就八分舍利 这在佛教时面算是小有名气 然后八个塔摆了八个舍利 然后一座还是平塔 然后一座呢是摆他的骨灰 除了舍利外还有骨灰 各位如果有先人过世 你大概在烧的过程里面 最后烧完了 要不装到骨灰坛里面 你如果有那个经验 你大概就知道 有灰有骨头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好那佛灭的年代 佛陀过世了 他什么时候死的 根据这个大陆学者的整理 有几个说法 这说法差别很大 最早的说是在544年 那时候孔子是552到479 或551到479 所以这个差不多孔子还小的时候 如果最早 然后这中村元是日本的研究 说是383年 相差了近乎150年 所以一个人的死的日期都很难的 然后众圣典记有算 印顺导师也有算 然后这边都比较接近300多 还有这余景博社 这日本学者 日本对佛教的研究比较 我上次开学的时候 我大概说过 我以前看到一个 比较近的一个说法 说最近有一个考古发现 这种东西看报纸都不准的 那报纸怎么写的 说可能佛陀现在的 新发现的资料 佛陀可能要比我们现在公认的时间 要晚100年 如果那样的话 那孔子就在佛陀前面 所以这个是 刚刚讲过 这个佛陀不是几百岁的人 佛陀没有活那么久 那活了多久不知道 所以因为他出生都很难算 那佛陀讲道的方法 有所谓的十二分教 这个Sutra 音译就翻成修多罗 又叫长形或者叫精 叫气精 它是以散文来说法的 那还有奇叶 Geya又叫做从颂 在口头传播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韵语 让你能够比较容易记 然后让你传播的远一点 现在大概接近一点 接近一点 大概不知道接近有多少 就是Rap的歌 Rap的歌因为它要押韵 很多歌词都为了押韵 让你比较好记 但是我很怀疑 那个Rap歌手的歌 有多少人能记住 他能不能唱第二遍 不对嘴的话 我觉得如果真能 那真的是很厉害 不然的话像有的歌词很长 还有这个叫什么 加罗那什么什么的东西 然后叫做加陀 这都是翻译音译了 幽陀那 尼陀那 这都是佛陀讲法的 不同的表达的方式 阿波陀那 伊地曰多且 押佛陀阿福达摩 幽婆提舍 像这样的东西 十二分教 我也听不太懂 我是觉得分教非常有意思 因为台语的分教念起来很像 这分教念起来就像台语的鸽子的意思 好 所以这是他的生平部分的讲义 我们等一下讲那个 他的思想 把你平面下去 拥出的 这不是阿波陀老师 咱俩 不能严重 过些人 这一段时间 用的 有免费 而且 道路 的 词